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新 婚后第五年 我怀孕了 傅池喜极而泣 人人都说我命好 嫁给了傅池这样的豪门新贵 却绝口不提她在外投养的女明星 似乎所有人都忘了 我也是她十七岁那年红着眼告白的女孩 她的兄弟背地里劝她 你这样混蛋 真不怕许曼跟你离婚 傅池有恃无恐 懒懒地笑道 她不会 后来我不吵不闹 将孩子打掉 消息传出后 傅池连夜从伦敦飞回运六周了 要不要医生例行公事地问出这句话 便低着头看单子 等候我的回复 我垂下眼 轻轻地将手附在平坦的腹部 忍不住浑身颤抖 我没有办法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伸手抓起了一旁的包 跟医生道了线 走了出去 命运的礼物 何时一时是馈赠 可不何时一时就成了傅磊这个孩子的到来 向时光剔开了一道缝隙 将这十二年的爱与恨缴碎 或同凛冽的风将我击溃 曾几何时 傅池心心念念着的孩子 如今竟然成了傅磊 那时青丝并年少 没有人会度量余生几何 只有傅持 十八岁的少年几倍挺直 在阳光烈西下 熠熠生辉 我仰着头问他 你在想什么呀 那么出神 他低下头 一双浓密的睫毛颤了颤 想我的愿望啊 什么愿望 他夸张地挖了一声 许曼 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 你竟然记不住人这一辈子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愿望 哇 你少来骗我 傅持十八岁那年的一生之愿 直到二十二岁那年 我才知晓 在破旧的灌满冷风的出租屋 在简陋的廉价的蛋糕前 他轻声道 许曼要和傅持白头偕老 而孙满堂 慢慢 以后咱们生个女儿 最好像你眼睛大大的 皮肤白白的 会摇着小胖手 叫我爸爸 孙满堂 我捏着检查单 眼泪啪哒掉落下 我下意识地拿起手机 给傅持打电话 自从四年前 我们闹开后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打电话 给他 可下一秒 电话只响了两声 便被人挂断 我有些愣着 呆呆地看着手机界面 恰好此时手机软件推送了一条新闻 标题夸张夺目 赵思思跟豪门男友现身别墅区 亲密无见 我忍着心里的不适 颤抖着手点进去 赵思思不敢在公开平台发复持的相关信息 偶尔有一两条也只是暗戳戳地让他入境 媒体更加不敢发附持的正面照片 眼前的照片里 赵思思的脸清晰可见 而男人却只露出半个背影 没有人比我更熟悉附持 更别说照片里的那只手无名纸上还戴着一枚戒指 与他浑身金贵的衣饰相比 那枚戒指朴素廉价的不值一提 可就是这么一枚毫不起眼的戒指 却是我工作第一年 省吃俭用了足足半年才买下的 直到我们结婚 那时的傅持已经身家过亿 名下上市公司无数 我们依然用这对戒指宣誓 傅持先生 你愿意迎娶许曼做你的妻子 不论贫穷或富有 生病或健康 始终忠诚于他 相亲相爱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吗? 我愿意坐在诊室外冷冰冰的铁椅上 我嘲弄得笑了笑 却止不住满心的酸涩 可笑的是 我刚刚竟然还因为这个意外来的孩子而有过一丝犹豫的念头 我点开手机 己父池发了消息 有空回家一趟 我有事跟你说 意外的是下一秒对方就回了 最近忙 有事先联系秘书 这几年来 傅持的生意越做越大 名下资产数不胜数 我们住过地下室 住过锦绣院 一月八百的出租屋 到现在住在了过亿的别墅 那天之后 我还没等到傅持回来 却等到了另一个人 那是一个小型的私人聚会 又扶持的几个朋友 我并不知道赵思思是怎么进来的 里间她在走廊拦住了我 看见我的一瞬间显然愣了下 勾了勾嘴角 果然男人就是见 家里的花再美 也忍不住在外面吃 这是她第一次见我 我却不是第一次见她 她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街角处都是她的身影 我还没开口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嘲讽至极 你挺有自知之明 也知道自己是外面的事 这话一出 赵思思显然也意识到刚刚自己的口不择言 面色难看至极 我回头看 说话的是傅持的发小记 东阳现在是傅持的合伙人 我朝她笑了笑 示意礼数 这不是赵思思第一次挑衅 两年前她曾经打过一次电话 电话接通后 她得意洋洋地问着 阿池,你会跟你老婆离婚,然后娶我吗? 我便猜想 这该是她在示威 电话那头传来嘻嘻嘟嘟地穿衣声 下一秒 我听到了傅持的声音 冷漠不耐 赵思思 你在他妈犯件 就从我身边滚 为阿池 你 电话被紧急挂断 我扔下电话发愣了许久 两年前她只敢按地理石手段 这次竟然登堂入室地挑衅 除了付持给了她承诺和底气 我想不到其他 可即便这样 我也不屑于同她多说什么 转身便想走 她却拦住了我 挑眉道 许曼 你跟阿池闹了这么多年 早就没感情了 到最后 拖成一对 怨驴也不好看 为什么不早点放手不成全 有情人呢 我审笑了一下 一字一顿道 有情人 她抱着胸傲慢自得 对 我跟阿池是真心相爱 感情里不被爱的人才应该主动退出 所以 是你许曼该退出 我冷冷地看着她 撕开了一切伪装 知三当三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我跟傅持是夫妻 我们之间哪怕要生要死 要和要离 我就算跟她耗上一辈子 都轮不到 你一个小三来管 你这样趾高气扬地站在我面前 要我退出 你凭什么呢 她像是被我吓到 后退了一小步 伸手就放在自己肚子上 扬声道 就凭我怀了她的孩子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移到她的腹部 这一刻 赵思思的声音像是螺旋一样 在我的脑海中打着转 钻心地疼 怀孕孩子 我有些眩孕 整个天地似乎都在倒转 她见我愣住 眉毛一扬 快速道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 一个孩子都没有 我肚子里怀的可是她的第一个孩子 你猜她会不会为了这个孩子娶我 我突然笑出了声 顿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好 没意思 浑身都卸了礼一样 手脚发软 这时身边的纪东阳伸手扶了我一把 没事吧 我朝他笑 你听到了吗 傅持的第一个孩子 纪东阳抿了抿唇 没有说话 这时 一阵脚步声从赵思思身后传来 我抬头看了过去 是多日不见的傅持 男人面容清冷 笔挺的西装 外套着黑色大衣 斯文俊朗的脸上 眉风紧簇 傅持看了我一眼 灰暗不明的眼神落在了纪东阳扶着我的手上 赵思思惊喜地叫了他一声 下一秒 傅持面容叮冷 手下毫不留情地扯住他的头发 狠地问 谁让你到他跟前来的 想死是吗 赵思思尖叫着 哭着喊 阿迟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一点都不关心吗 傅持阴森森地看着他 吃笑了一声 你确定是我的孩子 他猛地放手 立声道 滚 赵思思捂着头 不敢再看他一眼 手忙脚乱地往外跑 他走后 空气的走廊 只剩下我们三人 一时沉默蔓延 突然 傅持歪着头 看着纪东扬 你喜欢许曼 纪东扬文言 脸色战红 语无伦次道 你你你胡说八道什么 傅持才 不管他说什么 他墨色的瞳孔牢牢地锁住我 话却是对纪东扬说的 你喜欢也没用 许曼是我的老婆 他这辈子只能跟我说完这句话 傅持收回视线 转身便往外走 我看到纪东扬追了过去 低声斥责他 傅持 你再这么搞下去 你真不怕许曼跟你离婚两个字似乎刺激到了傅持 他脚步停顿住 半赏才回道 他不会 我看着手机上纪东扬发来的消息 这混蛋就是仗着你爱他才这么有恃无恐 纪东扬是个花花公子 外界说他风流成性 他到现在也没结婚的原因 据他所说是不想被捆了自由 连纪东扬都觉得你是混蛋 所以傅持 你怎么就能确定我会一直爱你呢 大抵年轻时 谁也不承想 原来年少情深也会走到相看两眼 恶与相相 十七岁的傅持拥有许多学识 家境样貌好 性格是画安逸中最耀眼的存在 那时还不明白为什么混闹的人群中我只看到了他的眼神 后来才知道当万物皆是他时 目光便无处可逃 而当年的许曼也热烈张扬 谁也不会相信傅持会喜欢我 可那么多年的春秋和盛夏 他都紧紧跟在我身后 那时他从不会避讳 也不怕老师找他谈话 就那么光明正大的宣誓着 那我喜欢任许曼跟他有什么关系 您要罚就罚我一个得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早恋 没有没有 我这是单相思 还在追求中呢 我那时大约有多开心 嘴角微微上翘 看着他的眼里迎满了笑 偷偷拉住他的衣角 傅持你收敛一些 好好学习 傅持穿着黑色冲锋衣 战姿懒散 低着头看向我 鹅发自然下垂半遮住狭长的眼 眼尾微微微上挑 不行 纪东阳跟我说 学校里一堆惦记你的男生 我得让他们知难而退 他有多张狂插着都站在讲台上 两指撵着粉笔 漫不经心地做着谁也解不出来的数学题 一边做一边语气散漫地给同学讲解 社XM与FC相交于典役 画落 底下一片幽声响起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覆持 转过头看我 落日的余晖从门外斜斜地罩着他 微不可见地勾了勾唇角 我抬起书本 默默地遮住了自己 却在满是墨香的书本后偷偷红了耳尖 那时春日的风满在温柔 有着少女梅子味的心事也吹过 少年的白色衬衫 少年灌风的校服 曾裹着整个青春的盛大 那时人人都艳羡 说我们天生一对 般配至极 定能长长久久 高考那年 我们如愿以偿考上同一所大学 报了不同的专业 复持 第一次等我下课时 设有周贞激动地摇着我的手臂 许曼 外面有个大帅哥找你 我帮你打听过了 计算机系的复持 我从窗户往外看去 复持靠着栏杆 身形高大 站在来往的人群中 仿佛鹤立鸡群般醒目 我朝他笑了笑 心里默默道 复持我认识 那时他将我宠得无法无天 越来越娇气 半夜嚷嚷着要吃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 他必定揣着热乎乎地等在宿舍楼下 大学时的我们 像千千万万个情侣一样 严胡热烈 在他的吻药落下时 我也会气呼呼地嚷道 你老师找我 我都没法好好复习 我要是期末挂科了 你别想见到我 复持闷闷地笑着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的错 不然我们去图书馆你做你的题 我不说话成不成 周珍那时形容我们又幼稚 又让人羡慕得牙痒痒 大三那年 复持的父亲病逝 一下子掀开了背后前窗百孔的公司 母亲被债主 逼到吞药自尽 一息之间 天之骄子落魄不堪 我有近一个月时间见不到复持 直到那日 他形容销售 垮着双肩从屋里走出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走吧 我不耽误你 我咬牙切齿地看着他 你以为我喜欢你 什么 是喜欢你的钱还是你的家事 复持你 混蛋 我红着眼睛 眼泪一颗一颗地落下 怎么擦也擦不完 他上前弯着腰 轻轻地给我抹泪 别哭 慢慢 我舍不下你 可我怎么敢让你陪着这样的我呢 那时的复持 孤身一人 回首无双亲 前路无光芒 可无论怎样 他的愿望从来没变 复持还是想和许曼白头偕老 儿孙满堂 复持出创业时 资金启动困难 我将我妈给我存的嫁妆钱偷偷给她 她知道这钱的来路后 将头枕在我肩上 却一手按住我的后颈 不让我回头看她 傻姑娘 我再没本事也不至于用你这个钱 你好好存着 总有一天 她会用在该用的地方 后来事业刚有起色时 遭遇投资人刁难 一杯百九十万 那一晚 她拉了二百万 投资为窗孔 被送上救护车 那时她经常忙到半夜 有时熬夜熬到胃疼 就进卧室找我 用冷冰冰的脸 贴着我的掌心 小声又委屈地叫着 慢慢 我那样雷打不动地睡眠 却每每在她叫第一声就醒过来 她累及时 将头埋在我怀里 必着眼羞气 那时我总会轻轻地揉着她的腹部 一手放在她后脑勺拍着 那里里着极干净的短发 根根发丝乌黑浓墨 是我平日最爱之处 她说 慢慢 我不会让你后悔跟着我的 后来 在雪山之巅 无尽凛冽的风为她伴奏 在圣尼培海湾 巨大的海浪成为我的投杀 附持的求婚轰动人间 无数网友拼命挖掘那场求婚盛况 背后的主角许曼愿不愿意跟我结婚 当时的我是如何回应的呢 我想起来了 一双眼睛全是她捂住了嘴巴 幸福从眼眸里跳了出来 理性崩塌 信仰成为席卷的热病 认真而虔诚 我愿意地付持我好爱好爱你 我也曾无数次问自己 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我想过无数次 纵使结局这样不如意 我想我也不后悔 曾经相爱那十二年 虽是我过往青春岁月中荒唐的败底 却到底也是最勇敢的篇章 命运残酷 但也仁慈在于 只要你往前走 她总会给你一条路 我从来不想看赵思思 可她被腹齿捧得太高 从寂寂无闻的十八线月居一线 她的身影无孔不入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我低头搜寻产科医生的联系方式时 她的信息又被推送至眼前 一张她在电影院的自拍 还有一张是灯火璀璨的别墅 一排又一排的珠宝和为拆封的名牌包 配图文案 道歉态度还不错 本公主就原谅你了 任谁都看得出有人包厂陪她看了电影 而那堆包和首饰价值不低于两千万 我面无表情地关上手机 早已空透的心已经积不起一丝波澜 这时 悬棺处传来声音 我抬头望去 腹齿手腕处搭着大衣 正弯腰拿拖鞋 似有所感 她抬起眼 看像坐在沙发上的我 这么晚了还没睡 她的语气轻快地向指示上了一天般回到家 向妻子温声地问候 我抬头看着她笑了笑 你跟赵思思去看电影了 腹齿手上动作一顿 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似乎是在疑惑我 竟然会问这个问题 也是这么多年来 这是我第一次当着两人的面提起赵思思 愣神后 她捡起了茶几上的烟盒 随手抽出一根发着冷光的银色打火机 咔嚓一声响 腹齿背靠着沙发 指尖上的烟腥红 眉眼间是全是堆叠出的卷带 她瞇了瞇眼 问道 你在意吗 我看着她手上的烟 下意识地将手放在腹部 可转念一想 又将手放下 我在意的时候 你在意过吗 我有些好笑地问她 她该知道我说的是四年前的事 那件事成了我们这残碎婚姻的开端 那个时候的赵思思 十八线新人 十八岁的年纪 青春靓丽 那真是最美好的年纪呀 她会睁着湿漉漉的眼睛 叫她副总 我那时候多自信啊 自信到以为只要腹持守住底线 其他人再怎么闹腾都不成气后 可到底是我高估了腹持对我的爱 还低估了自己的占有欲 她不自觉地说着她有趣 一步步让她靠近 她在微信日日到晚安 只有我像一个疯子 因为太过在乎 所以疯狂瓦解了理智 可那时她连吵架都懒得跟我吵 只有我上演着天崩地裂的独角戏 她只是脸着眉 不耐道 她要误会我有什么办法 我红着眼 吃着脚 生死历劫 你就是犯贱 你要是没有给她机会 她怎么会误会 你不给她承诺 她怎么会为你自杀 傅持如果没有动过心 她哪来的底气捅我叫板 她看着我 语气淡到冷漠 许曼 你现在真像个疯子 那一刻 我们仿佛从这世上最相爱的两个人 一瞬间变成了彼此最可怖的仇人 从回忆里抽身 在长久的沉默中 在空荡荡的大厅里 我再度开口 语气坚定 傅持 我们离婚吧 恰好此时 她手中的烟点到了头 她来不及撒手 生生被烫了一下 她颤抖着手 将烟掐灭 而后才敢抬头看我 只一眼 她就低下头 仿佛不敢再对视 她手上用尽捏着烟盒 发出沉闷的声响 没人知道 在这沉默的时间里 她心里转过什么念头 好伴赏 她才开口 声音一顿一顿 是因为肇丝 她思索着 缓缓地说 只要你说 你介意 我可以让她消失 究竟是什么时候 曾经干净成澈的傅持 变成了如今 狠辣自私的模样 我问她 她还怀着你的孩子 那不是我的孩子 傅持嘴角挂上一抹鸡翘地笑 她说什么你都信 她说是我的就是我的孩子 只能是傅持 我语气平静地打断她 我不在意 赵思思也好 李思思也好 我现在一点都不在意 所以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我只要你答应离婚 白痴灯下傅持的脸色苍白如纸 她眼底闪过一丝病态的笑意 也是 你当然不在意 你许曼现在可不就是一潭死水 哪怕我现在死在你眼前 你也不会眨下眼 你还会在意什么呢 我已经没有同她吵架的欲望 像看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看着她 我站了起来 淡淡道 关于离婚 希望你明天能给我一个答复 傅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沙哑晦涩 如果我不同意 如果我不同意离婚呢 许曼 我站在楼梯拐角处 伸手按住扶手 回身看她 那个我年少时爱的男人 渐渐地与眼前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不禁悲从中来 傅持 这几年在你身边 我一点都不快乐 这种不快乐一寸寸地剥夺着我的生命 我任由眼泪落下 一字一句清晰地告诉她 我有时候夜里睡着都会想 第二天会不会再也醒不过来 在四年前就该离婚的徒劳 纠缠了这么些年 不过是因为不甘心 总在想凭什么我要为其他女人让步 傅持寺静坐的雕塑般 谢乐力靠在柔软的沙发上 高傲地头颅滴滴地垂下 身影引入黑暗中 没再说一句话 第二天醒来时 傅持已经不在了 我望着空荡荡的别墅 意识到她在逃避 我不明白都到了这个时刻 她究竟还想要什么 但既然打定了逐一离婚 也同她说开了 我反而心情好了许多 那种沉甸甸地压抑了我几年的情绪 似乎一下子消失了 三日后 傅氏集团有一个慈善晚宴 在未分割之前 我依然地作为傅太太出席晚宴当天 傅持依旧没到场 没人能管得了她 但当晚我却意外看见一位老熟人 我有些不确定地叫了声李远 一身西装笛挺的男人 孤冷殊傲地站在灯光之下 漫不经心地低头看地面 慵懒淡漠 再转过身那一刹那 脸上冷记的神情有一瞬间转暖 她有一瞬间犹豫 而后台步走了过来 礼貌地敏唇道 许曼 我有些意外 竟然会在这里见到她 这次嘉宾的请帖是我亲自发的 我自然记得我发给了她 我意外的是她竟然会出来参加这些活动 李远在娱乐圈出了名的低调 哪怕手握多项影帝荣誉 步步成名代表坐在手 但她在娱乐圈寡淡地像透明人 她的粉丝甚至认为演员说不定只是她的副业 我记得有一年李远的对家为了挖她的黑料 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 却只挖出了她从小到大品学兼优的种种过往 可以说这次的黑料挖掘 直接将她捧上了至高地位 我转念一想 李远毕竟是富池大学四年的社友 也许她是看在富池的面子上来的 大学时他们宿舍有时聚餐 富池都会将我带上 一来二去也算熟悉 我还记得在他们宿舍第一次聚餐 富池将我介绍给李远认识时 我们从彼此眼底都看到了诧异 因为早在这之前 我们就偶然见过两次面 但那时为了不引起误会 我站在富池身后朝李远眨了眨眼 她很有默契地配合了 那时在大有一个传说 计算机系有一座火山系帅哥和一座冰山系帅哥 阳光热烈地富池被认为是火山 而清冷孤傲的李远则是那座冰山 两人在学识家境上不相上下 外人常常将他们做对比 可那时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富池和李远两人更胜之急 就是这样一个本该走在学术上的好苗子 却在毕业那年一头扎进了娱乐圈 在她签约了 细细想来 大学毕业后 我似乎除了在电视上见过她 便没有再见过面 我抬起头看她 笑着寒暄 你这几年还好吗 李远的眼睛好看得紧 有星星点点的光芒 她点头 我还好 许久没见 沉默在此间蔓延 我想开口说先走时 李远突然开口 声音很轻 莫名有些哀伤 你这几年过得不开心 不是问句 而是陈述句 很不礼貌 很是冒犯的陈述句 可她的表情 看起来格外真诚 她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照思思的事 必然也是知道的 我突然又想起两年前李远在微博上掀起的一场风浪 李远如她粉丝所说 是很佛系的一个人 娱乐圈那些人怎么蹦打抹黑她 怎么蹭她热度 她都没给过一个眼神 唯独那次赵思思借她炒作时 她亲自发了一条微博辟谣 很难想象她那样冷冰冰的人是怎么想到那些对人的词汇的 想到这个我对她笑了笑 是啊 不过我马上就要脱离苦海了 李远侧手看向我 眼神中有询问 但她没有问 只是弯了弯唇 恭喜我唇边的笑容不自觉地扩大 是由心底绽放出的笑容 这么多天以来 但凡听闻我要离婚的人 没有一个不摇着头说我傻 他们总有一套说辞 妄图我留住这段破碎的婚姻 坐稳父太太的位置 他们劝我付持不就是养了个小情人 又不是不爱你 他们说 男人都这样 天底下哪有不偷心的男人 只要他还肯回家不就行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恭喜两个字 我抬了抬酒杯 开心地碰了夏李远的杯子 李远跟我老婆说什么这么开心 随着声音落下的还有一只搭在我腰间的大手 我的身体有一瞬间的紧绷 连着握着酒杯的手都有些僵硬 腹持僵 我半搂在怀里 姿态轻易 我抬起头 撞进他毫无情绪的黑迹双眸中 好久不见阿迟 李远看了我一眼 朝傅迟伸手 礼貌疏离 傅迟将眼神从我身上挪开 懒懒地看向李远 勾了勾唇角 确实好久不见 确实好久不见 我让人好好招待你 我跟曼曼还有事 下次有时间好好聚聚 听到这话 我瞥了一眼傅迟 见他下河紧绷着 不知在想什么 和傅迟没什么好说的 我朝李远点点头 先一步离开 而我并不知道 在我身后 李远叫住了傅迟 他问傅迟 你当年那么宝贝他 我以为你会一直对他好 傅迟就那么站在那里 脸色冰冷 看向李远的目光 隐隐有怒火 好似能将对面的人吞没 半晌 他突然漫不经心地笑了 和你有关系吗 傅迟也想不通 自己在怕什么 大学时 他就知道 林远喜欢的类型 不是许曼这种 他没等李远回话 冷漠地扔下一句 李远 李许曼远点 那日晚宴后 傅迟似乎又消失了 我没想到 再次见到傅迟 会是那样的场面 9月12日晚5点 百花商贸大楼 发生歹徒 挟持人质事件 而我刚巧不巧 被歹徒用刀尖 抵着脖子当作人质 现场乱做了一团 逃命的 报警的 但无例外 都往外跑 然而 我不能跟着乱 我用尽全力 让自己颤抖的身体 保持平衡 却控制不住害怕 歹徒用命狂叫着别过来 不然我杀了他 让警察来跟我对话 比警察更早来到的是傅迟 他像是从外面狂奔过来 满头黑发凌乱 在看见我的一瞬间 脸色苍白至极 傅迟向前走了几步 激起了歹徒的怒气 别过来 他稳住了脚步 努力克制着焦急 声音平稳道 我不过去 你要钱是不是 你放了他要多少我都给 警察不会追究你 我可以保你 歹徒朝他吼道 我不要钱 我就要一个公道 我要警察来跟我沟通 他将身上的东西都放在地上 举起手机给他看 这样我来换他 我是富士集团董事长 你挟持我更有价值 我可以帮你跟警察对话 我睁大眼睛看他 艰难地开口 别过来 他身上有炸弹 富士还在劝说 他向来会说服人心 再加上歹徒一时脑子亢奋中 竟然就真的听他话 将人质进行对换 他走过来时 歹徒从身上拿出另一把刀 在他手臂上狠狠扎了一刀 卸掉他反抗的力道 而后将架在他脖子上 一把将我推开 富士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弯着腰配合着歹徒哑声道 往外跑 别回头 警察很快就来了 我抓着他们的手 回头看着富士 哀求着他们救他 他们将我强硬地送出去 我蹲在地上 脑海里一片空白 直到我坚持不住跪在地上时 那扇大门才从里面打开 没有预想中的爆炸 也没有冰冷无气息的扶持 我撑着台阶 一张脸上全是泪 看着从里面走出一手捂着手臂的富士 他走了过来 将我从地上拦腰抱了起来 我将头埋进他怀里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时之间满心仓皇 我叫他富士 嗯 我在 他低着头轻声硬着 我几乎是哭着问他 你连死都不怕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没有再问下去 富士沉默着 没有再追问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位问出的话 是你连死都不怕 为什么没有勇气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富士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真的那么难吗 沉默了好久 富士颤抖着手将我按在怀里 声音悲切地哀求道 妈妈 以后我们好好过 我求你 那场意外在社会新闻上大火的时候 富士去了国外出差 去产科医院的前一天 我在卧室里坐了许久许久 从鸟雀精明到日落西沉 哪怕在铁石心肠 我也会忍不住幻想 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 是闹一点 还是乖一点 我抬手轻轻拍了拍他 落着泪跟他说抱歉 很抱歉 在这样不合时宜的情况下 与你见面 很抱歉 没办法 让你来到这世上 然而 我却在医院见到了赵思思 我才知道他这段时间在网上被人挂出了许多黑料 演绎生涯几乎毁灭 作为他的受害者 我其实还是挺喜闻乐见的 然而 我也懒得对他进行嘲讽 就在我转身要进去时 赵思思突然发现了我 猛地向我冲了过来 我来不及后退 这时身边一直跟随着我的保镖 一把将他擒住 赵思思发狠地看着我 历声道 是你怂恿富池拿掉我的孩子的是不是许曼 你个贱人 我张了张嘴 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一时之间 喉咙都有些堵塞 赵思思奋力挣扎着 眼神由阴狠转向通红 你都要跟他离婚了 你走之后 谁当父太太 不是的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 他哽咽着 许曼 我承认我一开始搭上他是因为钱 我用尽浑身解数勾引他 让他砸资源给我 可我现在是真的爱他 我 我很爱他 我想跟他结婚 想跟他共度余生 赵思思 我打断他 平静而又恶毒地劝道 下次不要再当小三 插足别人婚姻了 真的不会有好下场 我转过身 任由他在身后叫着 屈曼 你帮我跟傅持说说好话 你让他不要赶我走 行不行 一场闹剧后 我心里有些累 在诊室门口站了好久 抬头看了看斜射进来的阳光 挺直了几倍 一无反顾决然地走了进去 在那个小生命从我身体里慢慢流逝时 我的眼泪似乎也慢慢地流干 像是最后为这失败而又美丽的十二年再哭一场 我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 傅持从伦敦飞回 他风尘仆仆地赶回别墅 星红着眼问道 你去产科医院做什么 我说我把孩子拿掉了 傅持发了疯一样把房间能砸的东西全都砸了 最后反手掐着腰 颤着手指点着我 许曼 为什么呀 那是我们的孩子 他跪在地上 双手捂着脸 将头埋在我的腿上 两肩不断地颤抖着 曼曼 那是我们的孩子 我平静地看着他如今疯狂地覆持 一如四年前疯癫的我一般 可我心里没有一丝的畅快 只有无尽的悲凉 这个孩子不过在生日那天 无意间对他心软 才让他过了戒 他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我叹了口气 傅持离婚 我不会同意的 我问他 还是你想要我在你身边一点点地死去 听到这话的傅持眼底猛地一颤 僵硬地立在原地 望向我的眼神只剩下无措 傅持在房间待了整整一天 房门紧锁 从天明到日落时 他才推开门走了出来 他看向我 语气平静 慢慢 我答应你 打官司起诉是我最不想动用的手段 我不想闹得那么难看他能平和地答应 我不自觉地松了口气 离婚的手续办理得很快 只用了三天时间 这三天里 傅持仿佛又成了之前的样子 笑着打点一切 散漫地同我说话 离开别墅的那天 我蹲在地上收拾行李 傅持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 好一会儿 他才开口 我名下所有的公司 你都有百分之三的原始股 你想怎么处理都行 横山路的那几套房子 还有西山公园的别墅都转到了你名下 他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桌面 这张卡里划入了三亿的存款 你拿着吧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有原始股这件事 不过我现在也懒得追问 傅持给的这些东西够我无忧无虑地花几辈子了 我做不到那么清高地说不要你的钱 于是我拿过那张卡照单全收 这是他欠我的 谢谢 他靠着沙发 浑身上下只有眼睛 还有些活力 跟随着我的身影 时不时地移动 过了大约十分钟 他突然又说 慢慢 今天天晚了 再住一晚 明天我送你 我抬头看他 弯着唇脚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妈妈来接我 傅持听到这话一下子站了起来 妈来了 我去接他上来 他着急地捞起外套就要往外走 我叫住他 挨扶持 你别去了 他停住脚步 有些疑惑地看我 我妈妈以前每次见我都要夸你 我想了下 他在我耳边念叨 傅持懂事会疼人的那些话 告诉他他以前是真的很喜欢你 可是你伤害了他的女儿 我想他不会想要见到你的 傅持捏着大衣的手指 用力到发白 退了几步 颓然地坐回沙发 我推着行李箱走到电梯门口时 傅持垂着头 没有动静 我叫了他一声 傅持 唉 他抬头应了一声 笑着看我 我想过离婚时会撕扯 会闹得人尽皆知的不堪 但没想过这一天来临时会这样给彼此体念 我笑了笑 我走了 他想送我 我拦住了他 以那道门为界限 我们分出两地 他低头看着那道门槛 眨了眨眼 以后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 你找我 只要我还有能力 你的事我不会不管 我转过身 挥了挥手 没说话 离婚之后 我登上好久不用的微博号 发了一张新画好的漫画 不一会儿就有粉丝来评论 我没看错吧 这是十月画的 楼上的就是他 我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十月恢复以前的画风 天死我得了 谁懂啊 十月这几年画的那些阴暗风 要不是我对他是真爱 我早就脱粉了 我想起了这几年不如意的婚姻 阴霾下连带着画出的东西 都带着死亡色彩 不由得再次觉得离婚是非常正确的 我往下一滑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ID 画得真好 希望今后你能每天开心 这个ID算是我的老粉 我记得大二那年 我第一次发作品 他就关注了我 在那之后 我的每一条微博 他都会默默点赞 每个作品他都会评论一句 画得很好 加油 即便我这几年被人诟病 骂得体无完肤的作品 他也坚持评论画得很好 不要放弃 我弯了弯唇脚 回了他一句 谢谢 说来也奇怪 最近这段时间 我最常碰见的人 竟然会是黎远 有一次 他牵着一只狗 我盯着 看了半天才问他 这是那条狗 大二那年 我和傅池在校外 捡了一只被遗弃的奶狗 带他做了检查 狗的归属成了问题 但我们俩都不是耐心的人 更别说 那时我还忙着画漫画 当时黎远主动说 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我以为他会将狗送人 可没想到他把狗养大 黎远笑了笑 唇边有若隐若现的梨窝 是他现在年纪大了 也不经常出来溜弯 我有些惊喜地蹲下摸了摸 却发现他意外的亲人感慨道 你将他养得很好 他还有孩子 黎远说道 这停了停 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应该会很开心 我没有多想 点点头 有机会可以看看 其实我并没有打算 真的去看那些狗 这实在是太过亲密与不合适 可是第二日 黎远将小狗牵了过来 那狗一看到我就摇着尾巴 亲人得很 没有人能抵挡住小狗的亲近 我也不例外 只能怪黎远将他们养得太不认生 可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黎远养的狗跟他的人一样 高朗平常人连摸都不让摸 成年人的世界 看破情绪很容易 尤其是黎远 根本不藏着掖着 后来我只能跟他说 黎远 我还没准备好 进入一段新的关系 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而且我对婚姻有畏惧感 黎远抿着唇笑了笑 慢慢 你别怕 我跟你说我喜欢你不是为了让你回应我 也不是一定要你同我在一起 我只是希望今后的你在任何时候开心也好 不开心也好 都能想到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被你所吸引 所折服 曾经是 以后也会是 有时候我会想黎远这个人是怎么将冷漠和温柔合得如此妥贴 尾声两年后 沉寂许久的黎远工作室官宣了他结婚的喜讯 引爆了热搜 随着震惊和讨论而来的是对于李远妻子的挖掘 网友顺着蛛丝马迹认出李远要结婚的妻子是富士集团董事长的前妻 一度有接受不了的网友冲进李远微博 骂他是娶二婚女的接盘侠 更有甚者杀到了富士官方号 辱骂富士集团 直接关闭了评论区 闻风而动的财经记者借机采访富士 问他有何感想 富士在镜头前愣了许久 才说了句恭喜 而李远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他真诚而恳切地说 如果不是他 我大约这辈子都不会结婚 所以我请你们为我开心 我这辈子还能有结婚的时刻 这是命运对我的垂帘 发布会之后 网友莫名地沉寂了 李远过往的人生中 任凭娱乐圈的人和大众怎么说 他都没有在意过 他为二高调而招摇 掀起的两次风波 全都是因为许曼沉寂之后 有粉丝扒出了李远的小号 发现了他隐藏了许多年的秘密 他的小号 曾经在李远出道那一天 发过一条微博 如果站得高高的 是不是就能被他看见 一时之间 网上又开始掀起了冲天热议 甚至有不少写手 开始写李远 许曼和富池三人的情爱纠葛的同人文 许曼低着头看着那些侦探网友 头头是道地分析着 手上点进去那个熟悉的ID 而后拿着手机光着脚跑到厨房 李远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家居服 正弯着腰给许曼切水果 许曼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十月棒棒的 嗯 弯着身的李远沉浸在水果拼盘里 下意识地硬着 下一秒 身子一僵地转过来 看了一眼许曼 他又转过头 小声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快去穿鞋子 许曼看着手机上那个名为十月棒棒的ID 又看了看李远 捂着额头笑得很大声 在身后那肆意而夸张的笑声中 林远不由自主地跟着笑了 李远和许曼的婚礼轰动得满城皆知 他们结婚那天 纪东阳从机场赶赴婚礼现场 下车时在门口碰到了老熟人 纪东阳看了看时间 不至于迟到 于是他走了过去 拍了拍傅持的肩膀 不上去看看吗 傅持颠了颠手里的烟 抬头望了望富丽堂皇的大厦 又来客 匆匆又锣鼓喧天 他拿出一个盒子 交给纪东阳新婚礼物 你帮我拿上去吧 纪东阳接过盒子 挑了挑眉 怎么复持 被烟呛到 咳嗽了好一会儿 咳到眼里有了泪花 才笑着说怕他不收 末了交代了一句 别说是我送的 纪东阳又问了一遍 针不上去看看 傅持摇摇头 看什么呢 在高鹏满座中看他们宣誓白头偕老 看他们相爱的样子吗 他大敌也无法接受曾经放在心肩上的人 那么重视的人 花光了力气去拥抱的人 最终被他人揽入怀 纪东阳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上去讨杯喜酒喝 也许像他这般从未拥有过 不至于那么难以释怀 不至于那么失态 纪东阳看着傅持缓缓地走入人流中 背影萧色苍凉 他微不可闻地笑了笑 直觉告诉他 傅持这辈子都过不去了 现在还只是开始 傅持凭着一股力坐进了车中 抬头呆呆地望着那座大楼 他怎么也想不到 李远的心思藏了那么多年 他知道的时候 恨不得杀了他 傅持低着头 突然笑了出来 笑到胸腔都在震荡 他不会告诉许曼 他最喜欢的那个生日礼物 一个挤满了漫画的卡盒 被他称为最用心的礼物 是他那年为他准备的礼物 来不及送达 李远主动将那件东西给了他 而许曼走的时候 这件他最喜欢的生日礼物 他没有带走 尘封在别墅里 他也不会告诉许曼 那年他被人在贴吧造谣泼脏水的时候 他还来不及处理 李远一个人解决了所有事 那时傅持拍着他的肩膀 叫他好兄弟 李远什么话都没说 傅持一直以为是因为他李远才会帮忙 现在想来 字字句句都像一把刀 直直地戳进他胸口 这辈子他都不会告诉许曼 李远做的那些事 他会带着这些秘密一起腐烂 他自私到不愿意给他们任何爱得更深的机会 车子缓缓驶入黑夜中 傅持与身后喧闹的喜悦渐行渐远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成为植物人两年后 我醒了 迎接我的第一个噩耗是我的妈妈去世了 她死在了我苏醒的前一天 因为独居 她孤零零死在了阴冷昏暗的房间 直到死后第二天才被发现 脸色苍白如纸 死不瞑目 灶台上是为我准备的留置食物 我知道她放心不下我 如果我早醒一天 就可以让她听到等了两年的那声吗 如果我早醒一天 就不会错过生命体征仪拨打过来的求救电话 那样我的妈妈就不会死了 可当初我设置紧急联系人时 还设置了我的丈夫许闸男打电话的时间是晚上八点左右 直到我出院回家 我才知道她哪有时间接电话 她正忙着没羞没臊的和曾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享受着欢愉 肆意挥霍的钱来源于我车祸的赔偿款 以及她以放弃治疗为要挟 让我妈卖掉老房子筹到的医药费 这笔钱她拿到后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我的治疗 剩下的被她媚下 用于支撑女神的虚荣心与高消费 关键她这两年还走了狗屎运开的小公司 赚了不少钱 我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我妈妈蜷缩在破败婚案的出租屋 而她和小三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子享受生活 出院那天,许渣男迟迟没有出现 其实不光是出院 这天我醒来至出院 她就出现过一天 那一天,她就像来巡查的领导般走了个过场 临走前还不忘摆出日理万机不得不走的样子 可那个催她回去的电话 从街起到挂断 屏幕都没亮一下 我和护工阿姨按照她留下地址找到新家时 她正打算出门 她一旁挽着的是个烈焰红唇大波浪的艳丽女人 那女人仿佛没长骨头似的 就差直接挂她身上了 看到我后 许渣男眼睛闪过一丝慌乱 下意识想要抽回手 女人瞪了她一眼 许渣男立马跟个安纯似的不动了 她挑衅地看了我一眼 诗诗然开口 你就是莫回姐姐 我和哥哥正准备去医院接你呢 说话时还故意将姐姐与我和哥哥几个字咬得很重 你是见我都不认识她 她似乎有几分挫败 当着我的面摇着许渣男的胳膊 夹着嗓子娇称 哥哥还说一直对我念念不忘 可莫回姐姐都不认识我 真该发好心送我回来的 护工阿姨和她儿子的表情似吞了只苍蝇般的难受 有外人在场 许渣男脸上有点挂不住 但又不敢开 最旁边的女人善善开口 她是白冰青 咱们的妹妹 我妈的干女儿 人我不认识 但名字我知道 许渣男的兄弟 有一次喝大了 曾说露了嘴 许渣男曾有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她痴恋她七年 她却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抛给她 白月光的名字就叫白冰青 看我脸色有异 女人知道我听闻过 她脸上毫不忌讳地闪过一丝得意 挑衅意味更浓 她继续夹着嗓子撒娇地转向许渣男 看来哥哥是有跟姐姐提到过我 那这次就不罚哥哥了 护工阿姨母子好心送我出院 却脏了她们的眼睛 看了长丑居 我有几分休难 不知该如何应对 护工阿姨抢先一步尖着嗓子开口 哟 是妹妹 就是不知道是一张户口本上的那种 还是躺一张床上的那种 老婆出院 老公不管道和妹妹腻歪得紧 阿姨嗓门很大 有人开始向这边张望 白冰青脸上的嚣张气焰立马不见 弱弱反驳 你别空口白牙污人轻 白婆婆文声赶紧出来解围 回来了 都怪我这老婆子不争气 临时头疼 耽误了这俩孩子去接你 你们要怪就怪老婆子我吧 边说话边招呼许渣男将我的东西往屋子里接 末了还假心假意地留阿姨母子吃饭 护工阿姨晦气地看了看渣男母子 又朝白冰青翠了一口 不了 有个骚狐狸精在 我吃不下 嫌晦气 白冰青脸气得通红 你阿姨直接无视他 上前拉起我的手 要是他们敢对你不好 告诉阿姨 阿姨给出气 随后又恶狠狠地瞪着渣男 一家医院说回能醒来是医学奇迹 很多人看着 你们要敢欺负他 小心上心 文言连婆婆的脸色都不好看了 饭吃得很沉默 吃完饭整理东西 我才发现这家里竟没一点我的痕迹 我仅剩的东西被装进一个大纸箱 上面罩着一层灰 衣柜腾空了一大半 但从挂干的压痕能看出 之前是满载的 一件红艳艳的情趣内衣 明目张胆地躺在衣柜最显眼的位置 床单上还有一小片狮字 残留着几根绿色的长卷发 闻着空气中尚未消除的味道 我不免有些犯偶 许扎男闻声赶来 一脸关切地问我怎么了 等他看到床上的狮字 惊恐地看了眼一角的垃圾桶 他一脸无措地看向已在门口的白冰青 白冰青没有搭理他 反而饶有趣味地盯着我 姐姐 我给你腾房间 你咋还不高兴呢 我气得差点当场晕厥 直直盯着许扎男 许扎男 我就问你一句 体征监测仪给你打紧急电话时 你为什么没接 许扎男一脸心虚 捏如着 我当时在忙 你知道我们这一行忙起来没 白天黑夜的 我没注意到电话响了 我真真对不起 对不起 回回 是我该死 错过了咱妈的最佳抢救机会 我看着许扎男的眼泪 内心毫无波动 熟悉的同音适时响起 打破了沉默 爸爸和妈妈每天八点都要在房间做游戏 奶奶都不让我添乱 那个老东西凭什么打扰爸爸妈妈 我血气上涌 险些站立不稳 死死盯着儿子许白燕的脸 你叫谁妈妈又说谁是老东西 看到我发红的眼睛 许白燕有点怯场 白冰青及时上前抱住许白燕的头 以示安慰 姐姐童言无忌 怎么能一个孩子计较 况且你这几年一直躺医院里 燕燕自然跟你生疏了 我直接无视她 星红着眼一把将许白燕拉过来 紧紧估着她 继续逼问 你叫谁妈妈 又说谁是老东西 兴许是被我发狂的样子吓到了 许白燕一边尖叫大哭 一边挥动着胳膊 抽打我婆婆文声赶紧赶来 向许渣男使了个眼色 许渣男一根根掰开我的手指 婆婆趁机将抽叶到打嗝的孩子搂到自己怀里 回 你一个大人跟孩子计较什么 而且还是你亲儿子 这几年你都没照顾过他 刚回家就把他惹哭了 天下哪有你这样狠心的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 许白燕突然停止抽烟 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才不是我妈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不要你当我妈妈 白阿姨才是我的妈 你怎么不跟着那个老东西一快死 说吧 许白燕正开婆婆 跑回自己的房间 重重关上门 我清晰地看到白冰青脸上明晃晃地得意 我那么乖巧懂事的孩子 在我躺医院的这几年 竟被教养成这般模样 除了心痛 我更多的是愤怒 他小小的年龄 居然能说出这般恶毒的话 儿子拦住他 婆婆的话还没说完 我已经快速跑到许白燕房门前 使劲拍推门 拍门 让许白燕开门 许白燕 你给我出来 讲清楚 是谁教你这样说话的 出来 门被从里面反锁 见推不动 我疯狂踹门 许白燕被吓得豪哭起来 一时间许白燕的哭声 我踹门的声音 发怒的嘶吼声混杂在一起 现场一片混乱 许渣男终于忍不住了 一把将我拽开 白莫回 你到底想怎样 你一回来 就把整个家弄得乌烟瘴气 我正正地看着他 他被我看得发毛 又有些心虚 再加上 也觉得对我有点凶了 语气柔和起来 燕燕这样说妈 肯定不应该 我一会儿 跟她好好讲道理 你刚出院 好好休息下 所以 许白燕认白冰青 当妈妈这件事 她就没觉得不对 婆婆也赶紧打圆场 是啊 回回 你刚出院 好好休息下 孩子的事 后面再计较 婆婆趁我刚刚发疯的空荡 麻溜地将床上的东西 都换了一遍 推着我进了房间 并借故怕睡觉伤到我 提出一个人睡客厅 白冰青和婆婆挤一张床 因为天太晚了 让白冰青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想到这一天的经历 万分悲壮 取杂男人如其名 出轨是板上钉钉的事 一想到她和白冰青在这张床上做尽龌龊事 我就忍不住干呕 婆婆跟笑面虎似的 做事滴水不漏 从不是擅茶 之前生许白艳时 许扎男把她接过来 表面说是给我们带孩子 实际上抱下孩子都嚷嚷着胳膊酸痛 最后不仅不带孩子 还得腾出精力服侍她 我不得不辞了工作 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接点活挣钱补贴开支 许扎男婆婆也就算了 最让我心痛的是儿子许白艳 我出事前她才三岁 那时她多听话 天天嘴里抹了蜜似的 妈妈最漂亮了 我最爱妈妈 妈妈 我太爱你了 我长大后要赚好多好多的钱 给妈妈买大房子 可如今她对我只有仇视和厌恶 我可以不要许扎男 但我肚子上掉下来的肉 谁也不能抢走 翻来覆去到半夜 我听到客厅嘻嘻嘶嘻有声音 盲天门偷听 哥哥 你怎么能看着她欺负我 你是不是对她还有感情 你不爱我了 小点声 我怎么会不爱你了 主要公司最大的客户 是她介绍的 比较信任她 最近听说她醒了 一直说要来看看 她最近有个大单子 千万不能得罪她 不然万一她从中作梗 咱们的财神爷就跑了 呸 渣男 怪不得我妈当初一直看不上她 说她这个人看上去老实憨厚 但是眼神是浮的 劝我再多观察观察 只可惜我当初一直被表象蒙蔽 听不尽劝 想到妈妈我心里一阵脚痛 她为我操劳了一辈子 我却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我决定去妈妈生前租的房子看一看 按照护工阿姨给的地址 我找到了地方 距离妈妈去世已经两个月了 房子门口挂着房东的出租电话 我打电话告诉房东 我准备租这房子时 房东脸上的喜悦明显遮不住 还大方地多送了我一个星期 我刚签下合同 送房东出门时遇到了一个阿姨 她看了一眼房东 欲言又止 等房东走远了 她绕了一大圈找到我 丫头 你被房东骗了 听阿姨劝那房子不能租 看我还是一脸茫然的样子 她把我拉近点 凑到我耳边轻声说 阿姨不骗你 那房子死过人 死的是个老太太 可惨了第二天才被发现 听说也是个可怜人 女儿出车祸成了植物人 躺在医院里一直没醒 那女婿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听说车祸赔了一大笔钱 一个人独占了 不给老婆治病 还让老太太卖房 给女儿筹医药费 平时也不去看老婆 那老太太就两头跑照顾女儿 自己也有病 要一直吃药的 结果为了省钱 都变成了便宜药 要不然也不会出事 阿姨似乎打开了话匣子 不断输出 而且我跟你说 那女婿黑心干到什么程度 那老太太出事 她不想着让老太太早点入土为安 还想敲那房东一笔 就让老太太一直躺那 不让收尸 非要房东赔偿 房东也是个硬查 自己的房子都不好出租了 没找她要赔偿就不错了 直接报警那女婿才做罢 见我一言不发 阿姨拍拍我的头 听阿姨的话 这房子别租了 怕怨气太重 那女婿那般黑心肝 说不定这老太太的死跟她脱不了干系 你想 老婆一直躺医院拖着她 她肯定恨 但是有老太太在就不能放弃治疗 老太太一死她 不就得逞了吗? 咋不来倒雷劈死她 放弃治疗 我心里突然涌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跟阿姨寒暄后 我还是告诉阿姨 我准备继续租这房子 阿姨见我不听劝 急得直跺脚 你这丫头咋不听劝呢? 我是看你眼熟 觉得有演员才告诉你的 别人所害怕的怨鬼 就是我日日夜夜心心念念的人啊 我怎么会害怕我的妈妈呢? 因为是一楼右靠北 即使开了灯 房间依然很暗 我扫了一眼 果然在对面墙上发现了墙壁灯 将灯座插上后 光线再经对面的镜子反射 整个房间瞬间亮堂了不少 妈妈说 房间一定要亮堂 这样才会觉得前路光明 人生有盼头儿 我不断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企图能多找到一点妈妈留下的痕迹 最终 我躺仰面躺在床上 手抚摸着床垫的纹路 想象着在我昏迷的这两年 妈妈这床上一定度过了很多个辗转难眠的晚上 刚刚脑海里浮现的那个可怕念头 不断地怂恿着我去验证 我颤抖着手找到我给妈妈买体争移的店家 发起对话 你好 我之前买体争移时 说明上说 如果病人体争发生异常 系统拨打紧急联系人电话 联系不上时会接入人工处理的 人工联系不上会帮忙定位以及拨打急救电话 为什么我母亲发生意外没有触发该项服务 首先对您母亲的遭遇感到抱歉 其次我们产品是有该项服务的 并且人工联系会有录音的 麻烦您这边提供下具体信息 我核实下 当客服将当天联系的录音对话发给我时 我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 杀人犯 他们都是杀人犯 他们竟生生地害死了我妈 让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妈妈了 你们谁呀 我认识你吗 电话打一遍又一遍 曲先生 我这边是生命体征监测仪的厂家 我们这边系统监测到 您岳母的多项指标发生异常 这边提醒您及时核实下情况 避免发生意外 知道了 随着盲音电话被挂断 整个通话期间 许渣男的声音都处于一种迷离状态 还能隐隐约约听到有个女生交骂了句 讨厌 白小姐 我们有和您先生联系上 因为已经和同步了情况 所以我们后续客服大概猜到情况一直在措辞 如何能借轻责任 又避免雪上加霜 对我二次伤害 我向客服道了谢 跑到卫生间用冷水将自己从头到脚浇了个遍 促使自己能冷静下来思考 从客服提供的证据来看 我妈出事时 客服有联系上许渣男 明确告诉他事情的严重性 许渣男挂断电话 客服这边流程就终止了 没人会想到许渣男竟然会见死不救 那他的动机怕就真的有可能和阿姨说的一致 他和白冰青勾搭上后想摆脱 我一直有放弃治疗的念头 我妈肯定不同意 那她自然也会怨恨上我妈 所以会对我妈见死不救 这样她既可以摆脱我妈 也可以摆脱我 一箭双雕 当真狠毒 想到我妈去世后 她还想借机用我妈再额上一笔钱 我恨得牙都痒了 还有一件事 我车祸是有收到一笔不小的赔偿款的 这笔赔偿款足以支付我这两年住院的费用 为何还需要我妈卖房子 就算是卖房子 我们县里的房子还能卖到一些钱的 我妈又怎么为了省钱将救命要换成便宜的呢 直觉告诉我 这背后一定又有许渣男的手笔 手机振动是许渣男的电话 控制住挂电话的冲动 我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许渣男故作关心的急切声音 老婆 你去哪儿了?怎么现在还没回来? 儿子都一天没见到你了 要不要我来接你? 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和冷静 在医院待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想在外面多转转 我在妈生前租的房子附近 你来接我下 听到我提到我妈那边很明显地有因紧张吞咽口水的声音 老老婆 你怎么到那去了? 我想看看我妈生前住的地方 可惜这房东我始终联系不上 不能进去看看 许渣男明显松了口气 假心假意道 联系不上就算了 免得堵物思人 妈的 甚是意外 你也别太伤心了 我过来接你 驱渣男接我时 副驾驶上坐着白冰青 看我头发湿漉漉的 许渣男一脸讶异 本想关心一下 被白冰青一个掩刀吓退 他拉开车后座的门 善善道 冰青坐后坐晕车 老婆你将就坐一下 可当初谈到买车时 他明明跟我说副驾驶是老婆专属 只属于我一个人 明明我也晕车 我坐上车后 白冰青从前座丢过来一包纸 真皮座椅沾水会坏的 姐姐你一会儿别忘了把椅子上的水擦干 我淡定地接过纸 我的车祸赔偿款 我妈的卖房款 以及这几年 公司吃下老刘单子赚的钱 换套房都绰绰有余 还介意换套真皮座椅 我话音刚落 车明显地停顿了下 夜晚光线太暗 我看不清车内每个人的神色 但估计都不怎么好看 白冰青抢先开口 姐姐你忘了 你车祸后住院康复 可花了不少钱掏空了家底 这几年生意不好做 哥哥只能接些别人看不上的小活 不然哪有钱给姐姐住院呀 是吗 我嘴角扯过一丝讥笑 那需要我跟老刘讲名下 最近要给到我们的单子 吃不下换别家吗 老公 你也知道老刘一直把我当妹妹看 咱们不能坑人家呀 今天他说之前怕影响我醒后静养 一直没去医院 看我准备过段时间来家里看我 有跟你说吗 有 有 我说看你安排钱的事情是冰青 心疼我不容易 说夸张了 对了 你手里有钱不 我这有张银行卡 里面有五万块 你先拿着用 密码是你生日不够的话 后面再跟我要 不等白冰青反应 我爽快地接过那张卡 谢谢老公 我和老刘约好时间跟你说 一旁的白冰青吃别 生气得狠狠掐了许渣男的大腿 许渣男吃痛又怕被发现 只能硬忍着 到家时许白燕和许母还没睡 看到白冰青 许白燕一脸雀跃 看到我从车上下来后 脸立即冷下来 她怎么回来了 让她走 这里不欢迎她 许渣男使了个眼色 许母拾去地哄着许白燕睡觉 跟前一天一样 白冰青在客厅睡 我房间里 按照我出门前交代过的床垫 被子四件套都换成了新的 衣柜里的那件红艳艳的情趣内衣 也不见了踪迹 我一件件地把纸箱里的衣服挂起来 这两年因为营养不好 消化胖了不少 有些衣服估计穿不下了 看来得买些实行的新衣服了 反正洗白冰青的钱我不花 有人会替我花 我怎么好意思麻烦别人呢 不仅如此别人替我花的 迟早有一天我要让他一分一厘地给我吐出来 吃错了东西可是会闹肚子的 不是吗 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盘算后面的事情 白冰青早已住进许家 一副女主人的姿态 许扎男心缘一马 跟我离婚是迟早的事情 以白冰青和许扎男的算计 定要将离婚损失降到最小 不知道如今婚内财产转移到什么程度了 老刘的项目单子是个不错的契机 前妻要考核公司实力 许扎男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转移的钱会回来一阵子 正好可以借此来查清真实家底 况且有这项目在 许扎男和白冰青暂时也不敢太找我不痛快 我妈去世的事情绝不能这么算了 还有我妈卖房的事情 怕是也有隐情 得好好查下 当务之急 还有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就是儿子许白艳了 妈妈去世 许扎男出轨 这世上我只有儿子许白艳一个亲人了 一旦离婚 我必须得把儿子的抚养权争取过来 不然继续留在许扎男身边 不知会被带坏成什么样子 目前许白艳非常不待见我 我必须用母爱挽回她 为了保证能顺利得到抚养权 我也需要找份工作 第二日天刚亮 我就在厨房里忙活 等到儿子从房间出来 我已经做好了丰富的花样早餐 有莫好的冒着热气的豆浆 有蒸饺 有白粥 还有许白艳小时候 最喜欢的皮卡丘状的饭团 但许白艳看了一眼饭团 眼里并无半分惊喜 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幼稚 白冰青走过来 一脸夸张的表情 以后有口福了 姐姐真能干 不像我什么都不会 不过艳艳早上不在家吃的 我先送艳艳上学 等我回来再吃 说完她很自然地要晚上许渣男一起往外走 许渣男健壮 有几分心疼的埋怨 你不最喜欢睡懒觉吗 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人家想多陪陪你和燕燕吗 白冰青刻意捏着嗓子夹出来的撒娇 让我起了一身疙瘩 我故意从中间打断他们的玩手 正色道 我的儿子就不劳你费心了 以后每天 有我都送他 白冰青还没回话 许白燕一个剑步冲上来推开我 坏女人 你滚 我才不要送我一个 烈切差点没站稳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许白燕 因为愤怒 带有婴儿肥的小脸 憋得通红 双手握拳 像只砸毛的猫般看着我 须渣男见氛围不对 赶紧当和事佬 劝了半天 许白燕才别别扭扭地同意我一起送他去学校 晚上 我做了一大桌菜 可许白燕被白冰青买的垃圾食品喂饱了 几乎没怎么动筷子 我劝了几句 他怒气冲冲地摔了筷子 倒是白冰青加了一筷子又一筷子 还每道菜都点评几句 最后再次得出自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废物的结论 为了儿子 我出院以来第一次和许渣男促息长谈 胡当年我出车祸 许白燕身边没有妈妈照顾 被一些不知情的小朋友嘲笑是没妈的孩子 性格越来越孤僻 认为是我不要他了 所以对我仇视了起来 把我知道他隐瞒了关键部分 比如我不要他的观念是怎么灌输给小小的许白燕的 比如他们借医院有病菌为由 拒绝了我妈让许白燕来医院看我的提议 就这样 我被从许白燕的生活中抹了出去 里面少不了白冰青的手笔 是人心叵测 挑唆加对比 许白燕接受了天使白冰青 痛恨我这个恶毒妈妈 为我一笔一画 仔细记下许白燕如今的喜好 极力讨好她 幸可她始终不为所动 我给她做的饭被形容为诸食 供我去参加家长会 她嫌我灰头土脸 给她丢脸 没有白冰青那般 走哪儿都被夸漂亮中 我给她买的玩具 被她面无表情地扔进垃圾桶 好 我给她讲以前我和她的故事 她听了几句就不耐烦 指责我老讲些沉枝麻烂骨子的旧事 恶心她 若不是她是从我肚子掉下来的 我真的不敢相信 真的有孩子会这般仇视自己的妈妈 还是一个五岁多的孩子 许渣男出差的一天晚上 我临时想起许白燕最近肠胃不舒服 早上得换成红豆豆浆 但是我忘了提前泡红豆 赶紧下床去泡红豆 我看到许白燕房间有灯光 隐隐约约有说话的声音 捏手捏脚去听 也正是这番对话 让我坚决要将白冰青赶出去 燕燕 这些糖米要偷偷藏起来吃 不然被坏女人发现会连带着我一起骂 你不想妈妈被骂吧 燕燕 现在坏女人 想要把妈妈赶走 你一定要保护妈妈 我最爱 咱们燕燕了 放心 我 我一定不让坏女人得逞 我帮你赶走她 燕燕真乖 那我们的小英雄准备怎么做 不给她好脸色 她给的东西全部都当面扔掉 听着丈夫的出轨对象和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起合谋 如何赶走自己 真是一件刺激的事情 泡红豆的时候 我的眼泪滑落到水里 眼前阴晕一片 从出院到现在 我从未觉得此般无助 原来许白燕的白不一定是白莫回的白 也可以是白冰青的白呀 第二日 等许渣男回家 我拿出录音 强硬地将白冰青赶出了许家 无视许白燕仇视的目光 反正我也快习惯了 许白燕安静了两天 又开始变本加厉地折磨我 往我的拖鞋里塞涂钉 往我床上倒水 在我杯子里倒入洗衣粉 用彩色水笔在我衣服上涂鸦 甚至将我锁进房间 一开始我会觉得紧张 时刻警惕着她又要使出什么损招 后面慢慢也适应了 反正来来回回也就那几招 见我对她免疫 她倒是有几分丧气 就在我觉得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时 许白燕的一个操作 让我决定放弃这个儿子了 这叉烧肉儿子 我不要了 那日我正在厨房煲汤 一声碎响 让我立马跑出厨房 客厅的地上 瓷罐的碎片到处都是 上方静静躺着的 是碎骨状的骨灰 许白燕看着我 一脸洋洋得意的挑衅 仿佛在叫嚣 看你还得意不 我妈的骨灰 我计划送回老家 和我爸安葬到一起 因为许白燕一直耽搁着 那一刻 我恨不得亲手掐死我的儿子 我找到一块比较大的碎片 将骨灰往里面捧 即使手掌被划破了 也丝毫感觉不到疼 婆婆和许渣男听到动静走出来 看到地上的碎片 知道石墨 婆婆赶紧将许白燕拉到身后护起来 许渣男有几分无措 想要帮忙 老婆 老婆你别急 我抬起头 星红灼眼打开她的手 别碰我妈 当天我就买了回老家的车票 带着我妈回了家 我带她走遍了小时候 她带我走过的每一个角落 和她说了好多好多的话 我告诉她我后悔了 后悔当初没听她的话 嫁给了许渣男 陪她一起受苦 最终给她人做衣裳 还生了一个流淌着她 劣质基因的白眼狼 儿子去给妈妈进行销护时 一想到要抹杀妈妈最后的一点社会痕迹时 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民警小姐姐拍着我的肩膀 柔声安慰我 民警小哥将身份证剪脚削辞后 递回到我手中 妈妈的事情处理好后 我回医院进行复查 经过一个走廊时 我看到一个小姑娘 她在椅子上写写画画 差点被人撞到 我及时拉了她一把 我看她身边没有大人 估计是临时走开 我担心人多眼杂不安全 便一边给她改画 一边等大人来找她 等等她爸爸静止走过来时 我才发现 我的担忧纯属多余 原来 孩子的爸爸一直留意着孩子 孩子很兴奋 举起我的画给对面的男人看 爸爸 你看 漂亮阿姨把我的画改得好棒啊 四目相对间 我和男人同时开口 白沫回沈兴河 小姑娘一脸好奇地挠挠头 眨巴着大眼睛望着我 爸爸 你和漂亮阿姨认识 沈兴河刚准备开口 一个女医生在她肩膀拍了下 沈大律师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看到女医生 小女孩开心地跳起来 张手要抱抱表姑姑 女医生指了指自己的外挂 向小女孩摇了摇手 看到一旁的我 给我打了声招呼 白小姐来复查呀 我点点头 小女孩脸上的困惑更浓了 表姑姑也认识会画画的漂亮阿姨吗 女医生也莫名其妙指了指我和沈兴河 一脸探究 你们认识 我们点点头 女医生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眼睛亮了起来 指着我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 你面熟 原来你真是那个钱包女孩 从医院出来 沈兴河叫住了我 我开车了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小女孩沈梦前 哪声哪气地向我发出邀请 会画画的漂亮阿姨 我爸爸开车很稳地 坐我爸爸的车不晕车 我摇摇头 拒绝了他的好意 护工阿姨刚约了我去他家 说有跟我妈妈有关的东西要给我看 我到后 他急急忙忙给我听手机里的两段录音 第一段车祸的一百万赔偿金都在你那 怎么还不够给回回治病 妈你又不是不知道 植物人可不是小病 钱完全经不住造的 回回还年轻 还有机会康复 我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 也不会舔着脸来让妈来卖房了 实在是回回拖不起 艳艳还小 也不能没有妈妈 我想想第二段 男男这卖家出的价太低了 比市面上都低一半了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急售都是要折价的 这已经是目前找到的出价最高的了 妈 医院明里暗里都给我说过几次了 再不把钱交齐 手术就不做了 可这价格 妈你就别可视了 回以后的日子还长 你能陪他多久呢 以后还是要靠我照顾他 要是实在做不了手术 与其让回这样没希望地躺着 不如放弃治疗算了 这样大家都轻松 我签这两段录音 一段指明许渣男独吞了我的赔偿金 还怂恿我妈卖房 一段暗指我许渣男以放弃治疗为要挟 逼迫我妈低价卖房 以许渣男出色的表演型、人格来看 这低价未必就是真的低价 这么多年 我竟一直不查诊边之人竟是怎样的一头中山狼 当务之急要找到卖房合同以及联系上买主 看看中间有什么样的猫腻 刚回到许家 我就收到了一条面试通过的短信 虽然我已不太想争取白燕的抚养权了 但有份工作还是有必要的 不然在许家多待疫苗我都会窒息 为了让许渣男放松警惕 以及少与他打交道 我谢绝了老刘的工作邀请 也没选择去许渣男的公司 但之前两年的空白让我找工作并不顺利 所以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实属不易 但不想上班第一天 我就再次遇到了沈兴河和沈梦前 公司老板竟是沈梦前的舅舅 小女孩见到我挤出两个小梨窝绘画 画得漂亮 阿姨又见到你了 好巧呀 我摸摸她的头笑了笑 新公司规模不算太大 但氛围很好 同时很热情 在这里 我很快找回了当年的感觉 为了能少在许家待一会儿 我每天都加班到很晚 有一天我刚从公司下楼 一辆车不停打着双闪 随后那车开到我面前 车窗拉下 沈梦前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 会画画得漂亮 阿姨 你终于下来了 我都睡了好几绝了 沈兴河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他舅舅说你跟个拼命三娘似的 天天加班到半夜不放心 他是有家室的人 不方便送你 我俩认识就让我送你一下 我出门的时候被钱发现了 他吵着要一起来 说想好久没见到会画画的漂亮阿姨 我见推脱不了 只好坐上了车 沈梦前虽然很困 但一路上还是强打精神 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沈兴河一路无言 偶尔借着微弱的灯光 可以看到后视镜里 他嘴角挂着一丝似有若无的笑意 晚上睡前思虑良久 我还是给沈兴河发了条信息 谢谢 对方几乎是秒回 不用客气 有任何需要帮忙的 尽管找我 我终于找到了那份我妈的那份卖房合同 合同上的价格果然远低于市场价 我决定去找下那个房主 我知道这中间一定有不符合程序的违规操作 这是很好的突破点 但对方看到我一个弱女子 肯定不会配合 我带着被拒绝的准备 向身为律师的沈兴河请求帮忙 并许诺会支付对应的费用 他笑了笑 嘴角弯成好看的弧度 我可是很贵的时间 只能用时间换 下次我出差 那麻烦你帮我照顾下我女儿 她很喜欢你 房主是个中年男人 知晓我的意图后 马上下了逐客令 当沈兴河亮出律师证 并告知此次卖房涉嫌欺诈 可能触犯法律时 她明显有些害怕 但还是洋装理直气壮 我付了八十万 只比市场价低了两成 没有少一半好不好 是老太太的女婿提的 说合同上价格少点可以少给点税 双方都有好处 是那女婿不是东西骗那老太太 合同外的钱 我都打给她了 有银行流水 一分不少 我果然猜得没错 许扎男不仅吞了我的赔偿金 还没下了我妈卖房 给我换医药费的钱 我妈当时也觉得不对劲 但怕许扎男生坏心 所以还是卖了房 但偷偷录了音 并发给了护工阿姨 想着若许扎男真对我不好 可以以此撤走 回去的路上 我和沈兴和都很沉默 下车时她叫住了我 白莫回 我可以帮你 我是个还不错的律师 我可以帮你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我整理衣服时 许扎男敲了敲门 迟疑地开口 我能进来吗 我头也不抬 继续埋头折衣服 她见我没明确拒绝 磨磨蹭蹭进屋 在床边 坐下看我皱了皱眉 只好站起来 之前老刘说 要来家看看你 一直没约上下周六 你看时间可以吗 正好艳艳过生日 可以一起热闹下 你知道 我们最近有个单子 我依然没抬头 好 她的声音有几分雀跃 那我跟妈说一声 提前准备下 看她一溜烟闪开的背影 我抬起头 嘴角上翘 真好 鱼儿又要上钩呢 许白燕生日那天 白冰青穿得比我还要鲜艳隆重 一大早就站在家门口 等着老刘上门 俨然一副女主人姿态 老刘看到她时 微微皱了皱眉 被许渣男及时捕捉 他用手肘轻轻碰了下白冰青 低声叮嘱低调点儿 切蛋糕时 在许渣男的引导下 儿子将第一块蛋糕 分给了老刘 老刘高兴地接过蛋糕 直夸许白燕 董事塞了她一个大红包 许白燕将红包递给白冰青后 老刘脸色一致 屈渣男和许母立马找步 燕燕和冰青刚玩得开心 顺手可当 许白燕将第二块蛋糕递给白冰青 并称她妈妈时 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老刘气愤地盯着许渣男 小白不是你妹妹吗 硕大的汗珠从许渣男额头滚下 我急忙回到 白小姐是我婆婆认的干女儿 我住院期间 多亏她帮我照看一家老小 后面的环节 除了许白燕之外 其余人都很沉默 老刘回去前拍了拍许白燕的小圆脑袋 又看了看许渣男生母 嗯 发气情不能忘啊 说完又深深看了我一眼 妹子要是需要帮忙地跟哥说 晚上许渣男不知道和白冰青合计了什么 一直在房门口徘徊 我直接打开窗户说亮话 是想让我帮你说情吧 许渣男头点的跟小鸡着米似的 对 老刘 你比我更熟 最重情义 你能不能帮忙解释下 免得我回答得干脆利落 行 一百八十万钱到位后协议离婚 回你 我迎上他的目光 眼神冰冷 许渣男 这不是你和白冰青想要的吗 在这桩什么申请 白冰青不知什么时候跑过来 两手插腰 像个圆规似的 怒气冲冲地向我开战 狮子大开口 你有什么资格要这么多钱 我快步上前逼近他 眼神凶狠 白冰青有点被我凶狠的表情吓到 不断后退 结结巴巴道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挑挑眉头 轻蔑地盯着他 一百八十万 一百万是我车祸的赔偿金 八十万是我妈卖房的钱 多得我也不要 我闲脏 官小姐回来了 声音中的娇羞 不言而喻 我站在玄关 再考虑是否进去 看苏娇娇那么熟练的样子 应该不是第一次进来了 这个房子直接就脏了 许之行没动 他也就象征性推了推 随后抱歉冲我一笑 娇羞的少女玩耳一笑的样子 在灯下很美 官小姐 真对不起许总 喝醉酒 以后就是跟小孩一样 我没办法 能麻烦您下楼 给他买杯柠檬水吗 通篇的做派很像女主人 我没生气也没发作 只是神色平淡地点了点头 好 转身就出了门 然后打车去了酒店 直接订了两个月 家里那些东西看来也要抓紧时间收拾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接到了许之行的电话 他很焦急 几乎是肉眼可见的急切关下 你在哪 我还没清醒 迷糊着回答睡觉 那边声音顿时消音了 很久之后 我以为他自己挂掉了 结果他在那边一字一顿问 你就这么放心 我取之行的意思很简单 他喝醉了在家 身边还有苏娇娇 而我不复以往的反应 让他很不习惯 要是以前 我直接会将苏娇娇扔出门 对着许之行大叫 疯狂让他辞退 苏娇娇哭闹不止 可现在两人反而掉了个方向 我将他留给苏娇娇 自己找了酒店 许之行 你大清早就为了这件事 本来这些天因为交接 很多事都堆在一块 很多时候都没睡好 现在还要因为他 这些破事来影响我睡眠 我将那些熟记于心的话 毫不犹豫反驳着他 许之行 你无不无聊 这种小事 你自己解决就好了 没必要来跟我说 许之行被我一噎 沉默地将电话挂断 世界又恢复了平静 我将被子一盖 继续陷入了梦乡 等到睡醒 已经到了下午 公司新来接替我的小弟弟谢秋 给我发了不少消息 我挨个看下去 无非就是对接资料的问题 最后他发了个表情包 像是小心翼翼 关老师 我能请您吃个饭 当面聊吗 他是领导的亲戚 偏偏态度谦和 刚毕业的年纪 行为举止还带着学生的稚嫩 就像现在明明可以直截了当 约我出去 天天要用吃饭当借口 好像这样才不会打扰我一样 我随便找了个餐厅发过去 他立刻回了个可以 等到时间 我才磨磨蹭蹭爬起来化妆出门 以前下了班 就是回家等许之行给他做饭 等他回家 这样的事情已经占据了不少时间 现在不用在乎他的行踪 反而神清气爽 只是我没想到会在吃饭的时候 遇上许之行 谢秋早就到了 他穿得很年轻 是我很久没有见过的阳光行 许之行因为工作原因 很少穿T恤或者卫衣等款式 而我之前一门心思在他心上 对这种自然也是关注很少 今天穿得很帅气 我坐下来礼貌性夸了一句 谢秋立刻脸红了 不自然揉了揉头发 管老师也很好看 好像听到夸奖的萨摩耶稚嫩得不像话 我笑起来 对街上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秋一进来 就被领导点名照顾 我离开后 这个位置也是他的 因此公司都在传他 也许是领导的哪位亲戚 但我不在乎谢秋肯干他事 坐上我这个位置 无非就是时间问题 再说 领导已经给我补偿 像我这样的牛马 根本没什么可指摘的 谢秋摇摇头 关老师说的已经很详细了 今天这顿饭 就当是我谢谢关老师 那你这谢意会不会太简单了 小弟弟就是好玩 我这样野鱼开口 他还当真了 当即有点慌乱 那关老师 要不我下次选个好一点的 我正要开口 身后传来一道阴沉沉的声音 你们还想去哪吃 我转过身 正是上午给我打过电话的前副歌 许之行穿着商务西装 看来是来谈试的 但他身边带着苏娇娇 我这猜想又打消了 苏娇娇先是在我脸上看了眼 又划过谢秋的脸 才水灵灵笑起来 许总您瞧 我说得没错 就是关小姐 他迟疑问 就是不知道对面坐着的是谁 怎么没见过他 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 很失水灵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淡淡道 工作而已 苏秘书这是要给我盖帽子了 苏娇娇还没反应 许之行的脸先变了 想必他也意识到了 这句话还是他教我的 今年过年他和苏娇娇去隔壁城市出差 偏偏因为大雪堵在了高速上 他们就找了个服务区停下 一天一夜 他们都在车上 很难不让人想歪 尤其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很早就让人浮想连天 我当即就不愿意了 对着电话就疯狂输出 许之行 你哪怕走 也要给我走回来 别跟我说因为工作 你的工作早就在三天前就可以结束了 是你带着他在那边玩了三天 是不是 我没说错 一起跟他们出差的同事 因为要过年早就回来了 只有他们还继续待着 许之行的态度很敷衍 官下说了多少次我们是因为工作 更何况娇娇跟小孩一样 我陪他多晚几天怎么了? 就当是工作福利了 别老是给我盖出轨的帽子 他说得轻描淡写 好像每次都是我无理取闹 家里人不停发消息问我什么时候带男友回家 我看了很久才用发麻的手指回复分手了 第二天除夕换成了我独自回家面对 或许在那时候我就开始动了分手的念头 许之行脸色铁青 唇角微微抽动 我如何不熟悉 这是他盛怒下的克制 回家我学着他以前的模样 懒懒抬眸 没看我 忙着吗? 你自己先回去吧 许之行深吸一口气 手指握拳 关节发白 我都怀疑他下一秒要晕过去 关下 我耐性没有那么多 我点点头 好 场面一下胶着起来 谢秋不愧是我一手带出来的 见状无意间了一句 姐姐 她是谁呀? 我笑了笑 一个故人 你没必要认识 谢秋笑起来 露出两颗虎牙 细细软软的 声音里带着几分纯粹 好的 我等姐姐处理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有了年纪 对这种乖乖少年 根本挡不住 我算是理解了许之行的想法 面对这样年轻的一个肉体 只要没有道德底线 怎么可能挡得住 我受用极了 揉了揉他的掌心 真乖 关下这一下 许之行怒到脸都红了 直接抓起我的手腕往外走 疼痛一下子从手臂蔓延到全身 我没忍住挣扎 许之行 你放开我 他将我扔进车里 可动作依旧是小心翼翼的 随后整个身子附上来 咬牙切齿关下 你不要挑战我 我没有被他的怒气吓到 反而吸了吸鼻子 许之行 你帮我问问苏娇娇 我的笑漫不惊心 却灵力如刀 这么廉价的香水 是从哪里买的 好像一盆冰水 从头而下浇灌 许之行的怒气 瞬间就消了 他只觉得车内 空气稀薄得厉害 一口气耿在喉咙里 神情难堪又微韵 我嘴角翘起 只觉得甚是有趣 原来当我不爱他 那个优越的男人 也会成为小丑 可笑得厉害 许之行没有打算放我走 车门被他关上 发出很大的声响起 鸣声响起 苏娇娇出来了 谢秋依旧坐在里面 隔着玻璃 我看到了他的气定神仙 观老师将加油 我有点哭笑不得 这条信息是什么意思 让我在替男友方面加油吗 只可惜 我现在需要逼许执行分手 苏娇娇穿着一袭霉红色紧身短裙 白皙的肤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和许之行最喜欢的 弗洛伊德玫瑰很像 仿佛是浪漫本身 只是现在他略带狼狈地来到驾驶座 拍打着车窗 我嫌烦 别开了脸 许总 你现在不能走 合作方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许之行面路犹豫 苏娇娇似乎受到了鼓舞 知行 哥 你走了 这个场面我搞不定的 我笑起来 笑声在闭字的车厢里 很嚣张 许之行看着我 而我却看着苏娇娇 连安抚合作方都做不到 许之行 你公司的专业能力真是有待评判 苏娇娇面色发白 整个人摇摇欲坠 他咬着唇之行 哥 官小姐实在看不起我吗 许之行神情慧暗不明 手指紧紧攥紧了方向盘 不怪苏娇娇喜欢用这种方式 每次只要他微微低头 双眼微红 咬着牙强撑 许之行就会软了心肠 比如他生病 许之行会 每天给他送鸡汤 比如他想去海盗传闻 无奈囊中羞涩 许之行直接将公司团建 定在游乐园 又比如我生日那天 他因为方案 没过蹲在街边喝酒 许之行也能立刻赶过去 然后彻夜不归 这样的次数太多了 连我都快忘了 许之行和我已经有多久 没有好好坐在一起吃顿饭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 语气波澜不惊 是啊 我就是看不起你 看我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回答 向来乖顺的苏娇娇 直接愣在原地 一时呢呢说不出话来 我扭头看向许之行 需要我让位吗 许之行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 唇角紧敏 不用说完就拉上了车窗 似乎怕影响自己好不容易硬起来的心肠 后视镜里 苏娇娇瘫软倒在地上 除了一开始他进公司 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苏娇娇吃瘪的样子了 一路上两人无话 不是我不想说 人在车上 我怕许之行疯起来会出车祸 我可不想跟他一起死 下车回到家里面的东西都没变 我压一挑眉 我以为那天以后 苏娇娇就搬进来了 身后 许之行沉默片刻 只是安静跟着我 不想浪费时间 直截了当说 许之行 我们分手吧 他跟没听到一样 和无数次回家后 一样自然 今天要吃什么 我给你做 他自顾自往厨房里走 我现在学会做菜了 喜欢吃什么 我已靠在墙边 吃笑一声 你猜 许之行猜不出来的 交往这几年 都是我在迁就他的口味 我爱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他一样都不知道 许之行打开冰箱的手一顿 有些手足无措 忽而讨好一笑 没事 我给你做个香菜牛肉 味道很不错的 他开始忙活起来 厨房没多久 开始有了油烟味 我看着他在里面手忙脚乱的忙活 闭了闭眼 转身回了房间 等我收拾得差不多了 他那边也结束了三菜一趟 看来是真处意进步了 他抹了抹出汗的额头 有点讨好地冲我笑了笑 似乎还带着想要被夸奖的期待 我拎着箱子 面无表情地走过去 他的笑呆滞在脸上 许之行 我们今天就分手了 我没有犹豫 静止往外走 手腕却被他死死拉住 关下哪怕长一长 他的语气不满苦涩 我第一次听到 他如此对我低三下四 谢谢你 我停了停 直截了当 甩开他的手 只可惜 我不吃香菜 无福消瘦 桌上没有一道菜 没放香菜的 光是闻到那个味道 就让我作呕 不喜欢吃香菜的人 连看一眼都觉得难受 因为你记差了 喜欢香菜的人是苏娇娇 手腕的力度消失 他手撑着一背 整个人摇摇欲坠 交接已经差不多了 等我东西收拾好 谢秋问我 关老师 那天你没事吧 他眉头微皱 生怕自己闯祸 我摇头轻笑 没事 还要多谢你那天帮忙 谢秋这才如释重负 如果真的感觉不安 明天陪我去一次游乐场吧 关老师你也喜欢呢 我只是扯了扯嘴角 第二天 我正打算打车 谢秋敲响了我的门 少年白色衬衫的袖口 晚起 肌肤如白瓷 干干净净的模样 很是好看 关老师今天打算玩什么项目啊 他并排走在我旁边 身高要比我高一个头 此刻侧手看我 给我极大的尊重 要是许直行只怕大步往前 就算我停下来 他都不会在意 我想了想 笑着说 听说那个气球照片很出名 想去拍个同款 领导额外送我的一个月假期 不想浪费 好 对于我的要求 他悉数收下 从上午到晚上结束 看完烟花我都过得很开心 等送我到酒店后 我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大摆锤 跳楼机 海盗船等游戏耗费了我不少精力 关老师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谢秋头上戴着狐狸耳朵 而我则买了个兔子形状的 他满眼星星状 能把所有项目都玩了个遍 我应该早点带您去的 我无嘴笑 现在年纪大了 这种刺激地玩一次就好了 他有些失落地嗷了一声 下次你来我呢 我招待你 谢秋的狐狸耳朵像是要竖起来 结结巴巴问了一句 可可以吗 我摸了下他的狐狸耳朵 毛茸茸地 触感舒服极了 为什么不行 这段时间相处 我对谢秋好感直线上升 这个年纪的人里 像他这样谦逊有礼的人已经很少了 更别说他懂分寸 知进退 该说的不该说的都清楚 这样的同事 我很乐意将他转变为朋友 等告别他上楼后 今天的精神差不多也散没了 谁知门口站着许之行 和以前那种在意外貌干净与否的洁癖相比 今天的他显然没有好好收拾发青的 胡茶西装有了褶皱 而脚红红的 一看就是喝了不少酒 他抬眸看我 苦笑一声 玩得开心吗 我警惕后退一步 许之行 你喝醉了 我知道 他闭上眼 整个人已靠在墙上 用手附上了眼 关下 我知道错了 许之行的声音痛苦后悔 连声线都有些不稳 很久之后 他才放下手看着我 苏娇娇很像你 一开始我也恍惚了 明明他的模样 没有一点跟你一样 你不爱撒娇 也不会因为一点事跟我哭诉 可偏偏 我就觉得他很像你 许之行看来喝了很多酒 他向我走来 身形不稳 一下子跌倒在地上 他伸出手 试探地拽了拽我的裤脚 就这样半跪在地上 垂着脑袋 态度很卑微 关下 我错了 许之行认错的态度很认真 相处那么久 我从来没见过他 也可以这样低如尘埃 我蹲下来 酒气很快钻入我的鼻尖 酒店的闭灯很亮 身后大厅的水晶灯 也折射着亮丽的光芒 江许之行的一言一行 看得很清楚 你不是因为他向我才喜欢他 我一字一句 揭开了两人之间的遮羞布 你喜欢的是他依旧年轻的肉体 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去想许之行喜欢苏娇娇什么 后来我明白了 在苏娇娇身上有无限的活力 他会偷摸 带着许之行去夜市吃大排档 也能拉着他半夜登山 又或者准备 看上去很愚蠢的生日惊喜 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 许之行仰起头 无望地看着我 而我只是微微低头 两根手指抓紧了他的下巴 逼他面对你别再说爱我了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我实在不想影响今天好不容易的心情 台步就要走 许之行索性握紧我的腿 别走 关下 至少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让苏娇娇不再出现 我会让他去分公司 他急切地希望我停下 我笑了 许之行 哪怕现在你都不愿意辞退他 许之行愣了愣 旋即才迟疑 他才刚毕业 至少不能无缘无故辞退他 我忍无可忍 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滚 所托非人 这样的结果我接受 第二天 我就火速收拾了行李 离开了这里 分公司东西不多 加上我是总公司派来的 很多东西上手得很顺畅 半年后我就坐上了副总的位置 有了股份和分红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我也在公司附近买了房子 等谢秋来的时候 日子已经进入冬天了 关老师 他穿着开衫毛衣 做了发型 隐隐有了城市精英的味道 我笑着开口 看来这半年有人进步很大 他还是挠着头跟个孩子一样 多亏关老师之前的指导 不然我还是跟瞎子摸像呢 我们又说了不少话 外面开始飘雪 路灯逐渐点亮 餐厅的氛围灯也打开了 等酒过三旬 他执意要送我回去 无奈只能顺着他 我们没有开车 只是静静享受这座城市的安静 关老师 你好不好 他似乎迟疑了很久 在你离开后 那个男人来过公司 他好像还不知道 你在这里工作 我笑道 他早就知道了 许之行是什么性格 我还是清楚的 在我来这里没多久 对面就搬来了新邻居 每天都开车 跟在我后面上班下班 只敢远远地看我 有时候 我心血来潮坐地铁 他也非要跟着挤 一个连公共交通 都没坐过的大少爷 遇到入闸口 就满头大汗 或者每天开车四小时往返 只为给我看他认错的决心 就比如 现在他看到了我去接谢秋 坐在车里 在餐厅外看着我 和他畅怀大笑 可他不敢下车 也不敢对着谢秋叫嚣 他很清楚 他没有资格了 雪越下越大了 等到了家楼下 谢秋和我头发上 都有了白色的血子 这算是和老师共白头吗 他猝不及防说了这么一句 我敏锐地看了他一眼 你还是个孩子 说什么白不白头的 我的言外之意很明显 而他也意识到了 关老师半年了 他鼓起勇气 直勾勾地看着我 其实谢秋 我打断了他的话 看着后面车内 死死盯着我们俩的许之行 他很害怕 所以身子都是抖的 我收回视线 用手浮去他肩膀上的血 这个城市天太冷了 不适合你 日子是要往前过的 不是重蹈覆辙 老师 你怎么知道会是重蹈覆辙 不是柳暗花明 我往前进了一步 拥抱了他 谢秋 我有了教训 不可能继续摔跟头 怀抱很轻 不会有多少温度 我将手插进口袋 抖了抖 但是你不一样 你很年轻 只是认错了感情 谢秋的眼神迷茫起来 他没经历过感情 自然很多事情不清楚 但我不一样 其实许直行也是的 他知道什么是爱 什么是喜欢 所以他放纵了苏娇娇对她的喜欢 也以为我会一直爱她 只是感情没有那么多侥幸 女孩子的真心也不是那么糟蹋的 至于我自己 以后要走的路 跟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再有关系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初中时 刘洁是个插班生 被邻居家的姐姐带到县城上学 在乡下成绩虽好 但在县城的第一次月考中 却名列二十多名 虽然刘洁的发小都去了县城的初中 奶奶因为负担不起费用 不同意她也去 幸运的是 邻居家的姐姐找了一个免费的学校和宿舍 给她安排好 使她得以成为插班生 深冬来临 刘洁身穿单薄衣物 面对严寒 她的老师贾老师关心地问她 为何没人送衣服 同学透露她每次回家 都是三四个周采一次 所以穿的都是夏天的衣服 这让贾老师大为震惊 因为即便是有家庭困难的学生 也是每两周回家一次 贾老师对刘洁的情况感到心疼 于是在第二天上课时特别提到她 然而刘洁却因发烧躺在宿舍里 贾老师得知后 毫不犹豫地背起她 亲自送去了附近的诊所看病 刘洁一直强调没事 只需要睡一觉 但贾老师知道并不能脱 于是找熟悉的医生 确保刘洁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在诊所里 刘洁终于打了针 稍退了下来 老师为了确保她能好好休息 又买了一碗粥和两个包子送到宿舍 下午 刘洁仍躺在床上 贾老师不仅给她送来一件棉袄 还有一床被子 说是家里多余的 她对刘洁说 这棉袄是我儿子的 这被子也是家里多余的 你先用吧 不用担心 多年过去 除了奶奶 对刘洁最关心的人 或许就是那位初中时的老师了 有些人的特殊生活状况 无需深入调查 一眼便能洞察出 刘洁那双鞋 就一直如影随形 从夏天的拖鞋穿到冬天 简直是班上的独一份 再加上那一身发白的衣服 看起来似乎从未更换过 总是那么不合身 刘洁转学后 由于起点较低 一直在为提升自己的学业努力 经过半个学期的拼搏 她的成绩终于有所提高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点 贾老师才开始格外关注她 贾老师对她充满同情 或许是因为自己也曾过上普通人的日子 几年前 她的丈夫发生了意外 让她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尽管老家的母亲曾劝她改嫁 但她坚信改嫁后的生活可能不如现在 于是 她选择咬紧牙关 独自抚养儿子 如今 儿子已经考上了高中 这也算是对她的一种安慰 这些年的艰辛 只有她自己知晓 因此在看到刘洁的时候 她或许也在想到自己的孩子 或许在某一刻 她也曾想过 如果自己的孩子遇到困难 能有人帮助就好了 现在儿子已经住在学校寄宿 家中只剩下她一人 有一次学校放假 同学们都离开了 宿舍里只剩下刘洁一个人 她洗完衣服 觉得没事可做 于是决定出去逛书店 直到傍晚才离开书店 抬头一瞥 竟发现了贾老师 贾老师和她聊了一会儿 便邀请她到家里吃饭 刘洁百般推辞 她不敢去别人家 生怕一去就失去这份好意 小时候她的父亲去世 去同学家玩时 有的要脱鞋才能进门 有的则只能站在门口 不能进屋 渐渐地 要么去别人家就直接脱鞋 要么就是不敢再去 如今她生怕因为去了一个对自己好的人 家里就再也失去这个人 然而贾老师说她是一个人 儿子已经上了高中 现在做饭什么的都是自己一个人 这是刘洁第一次去老师家 那晚老师为她做了两道菜 虽然都是平凡的家常菜 但却是最温馨的 在寒冷的冬天能吃到热乎乎的菜 简直是一种幸福 小时候上小学时 冬天家里没什么菜 她和奶奶就靠着姜豆度过 有时候甚至只有姜豆也没有 就只能烧开水把馒头放进去 再加点盐 其他时候 如果院子里长出一点蔬菜 比如青椒 刘洁会摘下来去掉头部 然后撒点盐或香油 就算是一顿饭了 如今能够享受到热乎乎的饭菜 让她心情格外愉悦 吃完饭 刘洁主动要去刷锅 但被贾老师拦住了 她不让他动 而是邀请他坐下看电视 寒冬愈发严寒 刘洁收到老师的嘱托 将衣物搬到自家洗涤 在这寒冷的气候下 即便是手洗 更别说用凉水洗了 尤其是那沉甸甸的棉袄 对于一个身形瘦小的年轻人来说 实在是难以应付 每当学校放假 刘洁若不回家 老师总是慷慨接纳她到自己家中 一同共进晚餐 帮忙洗涤衣物等琐事 年末时 老师还送给刘洁许多礼品 表示要给奶奶拜年 这样的默契和照顾一直延续至高中 尽管刘洁考入一所不错的高中 但高中生活一月才放一次假 为了省钱 刘洁尽量减少回家的次数 毕竟每次回家的路费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贾老师的儿子曾经历过高考的艰辛 甚至高中生活的辛苦 因此 贾老师仍然像初中时一样 嘱咐刘洁 记得回家吃饭 这几年 老师不断为刘洁购买衣物 甚至连鞋子也是精心选购了好几双 然而刘洁的手依然如故 在冬天容易被冻伤 每次都是老师用盐水为他泡手 再为他购置手套 刘洁笑着说农村孩子没那么娇贵 或许是贾老师将刘洁视如己出 这让他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种平凡的生活在悠然中逐渐流淌 但是变故却突然降临 高二下半学期 刘洁的奶奶突然离世 奶奶的去世突如其来 据说是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候 毫无征兆地离开了人世 村里的邻居们曾以为他一直在晒太阳 上前询问他是否感到寒冷 然而面对他的无反应 有人伸手摸了一下 才发现他早已没了气息 刘洁还有一个大伯和一个大姑 他们平时都在外地工作 得知事情后匆忙赶回 办理了奶奶的丧事 尽管刘洁回家参加了葬礼 但他却没有离开 一直留在了村里 随后他申请了退学 他说对学业已经丧失了热情 或许他的人生就该是这样 不应该再去读书 即便早点出去打工 多赚点钱 或许奶奶也能享受两年的安宁 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跟着自己一同受苦 就在这一天 刘洁正在田地里辛勤劳作 却突然听到有人呼喊他的名字 他以为是在呼唤其他人 没有抬头看 直到听到第二声 他才确信是在呼唤自己 然而 令他惊讶的是 呼唤他的不是别人 而是贾老师 贾老师怎么会来这里呢 他是怎么知道的 两人在低头坐下 开始聊起彼此的生活 每个月高中放假时 刘洁都会去老师家吃饭或住宿 但这次没有去 老师觉得不对劲 于是向以前的同学打听 才得知刘洁家里发生了不幸 并且他已经退学了 这时 贾老师抬头一看 发现这片土地上多了一个新的坟墓 老师 我真的不想再读了 我也学不进去了 您回去吧 别为难自己了 回去怎么能回去 都已经高二了 高考就在眼前 你说放弃吗 不上学 奶奶就会高兴吗 不上学 奶奶就会安心吗 你只有好好读书 考上大学 才能对得起奶奶 不上学 那是懦夫的表现 他说着 开始述说自己的故事 当年他的丈夫发生了意外 而儿子还只是小学生 当时有人向他介绍对象 他完全可以再嫁 而且有人愿意 接纳他和儿子 然而 他因为想念儿子 悄悄回去看了一眼 发现儿子和奶奶在一起 孩子衣衫不整 眼神无神 似乎刚刚哭过 看到别人家孩子 有父母簇拥 而自己的孩子 如此孤独 他决定 即便再苦再难 也绝不放弃孩子 这么多年来 他坚持了下来 如今孩子上了大学 他可以轻松一些 这段日子也熬过来了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贾老师说道 刘洁重新踏上求学之路 高三的学费由大伯和老师共同承担 由于家中失去了奶奶 刘洁认为回家已不再必要 于是放假时直接住在老师家 他感到非常幸运 能够享受一些美味的食物及所谓的营养 相比其他孩子 他的幸运程度实在是太高了 有时候同学们看到贾老师就会好奇地问 刘洁 这是你妈妈吗? 刘洁总是微笑着回答 这是我的老师 没人相信她的话 高考结束后 刘洁外出打工了一个多月 回来时已经黑瘦了许多 他请老师吃饭 并向他谈起了未来的打算 他说等以后每年寒假时都会回来看望老师 然而 刘洁违背了诺言 因为自从考上大学后 他就仿佛消失了一般 音讯全无 以前的同学们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甚至没有任何联系方式 那个时代 大家都没有手机社交平台 等失去了联系 没有人知道刘洁去了何方 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过得怎样 随着时间推移 那些同学逐渐联系上了 甚至举办了团聚 唯独刘洁一直没有露面 这批人从考上大学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十年 这十年间 有人结婚 有人买房 大家都在忙碌中度过 贾老师的儿子也到了结婚的年龄 最近他感到很烦恼 儿子在上海工作 买房的问题让他头痛不已 再加上彩礼和婚宴的费用 数字一算 也不是小数目 他独自一人这么多年来 供养儿子上学已经不易 如何再有钱购房 或准备彩礼 贾老师每天都在为此而发愁 然而有一天 他没想到刚下班 就被一个人叫住 而这个人竟然是十多年没见的刘洁 贾老师异常激动 一连串的疑问 如流水般涌向刘洁 他们已经十多年没见 而刘洁的身形 也在这段时间内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初中时那个瘦弱的少年 如今已经变得圆滚滚的 不再是当初那个走路 都带着些许飘忽感的形象 刘洁在上高中的时候 曾陷入低血糖的困扰 经常晕倒 而贾老师当时是他的支持者 不仅给予他许多糖分 还关心被治 十多年过去 这些记忆在时间的冲刷下 显得格外珍贵 贾老师对刘洁这些年的生活状态 充满好奇 迫不及待地问道 这么多年 你都去了哪里 过年的时候 回过老家吗 这次回来 是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问题如同密集的子弹 直指刘洁内心 刘洁为老师倒了一杯水 静静地开始诉说 这段漫长的人生旅程 当年考上大学 面对着大伯和大姑 给的两千块钱 他明白老家已经成为一个空壳 回去也是一种无奈 无钱上学的困境迫使他四处寻找兼职 从学校食堂到外卖员 每一份辛苦的工作都是为了填饱肚子和支付学费 在艰辛的熬间中 他毕业后踏入广告公司 却在某次身体不适中被辞退 一系列的困境让他背负重重债务 但他努力还债 最终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成为一家大公司的小部门经理 这日子也算是熬过来了 刘洁说着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老师能感受到他话语背后的坎坷与努力 老师的疑虑被解开后 他好奇地问 这次回来是为了什么呢? 是要签户口吗? 打算在家几天? 原来他之前并不知道 刘洁回来是为了参加自己儿子的婚礼 刘洁笑了笑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裂开的红包 里面装着数额可观的钱 老师急忙摆手拒绝 但刘洁坚持道 老师 这是我回来参加婚礼的份子钱 您收下吧 是我对您多年恩情的一点心意 这番举动 让老师的眼眶湿润了起来 他理解了刘洁的心意 刘洁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早已不是简单的学生对老师的敬仰 而是一种深深的感恩和默默的陪伴 最后 刘洁深情地说 老师 您收下吧 我回来就是为了参加婚礼的 如果您不收 我就得走了 这番话语中既有对老师的尊敬 也透露着对故乡的不舍 这是一个心系故土 感濕的归乡之旅 朋友们 你们觉得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妈妈你不配 想给自己买件新衣服 儿子却指责我 妈妈 你别浪费钱行吗 你不赚钱 不知道挣钱的辛苦 要不是嫁给我爸这么能挣钱的男人 你没法活 我都说了你不配 这天起我决定不再做免费保姆 离婚时 儿子趾高气昂地说 你快走吧 走了之后 爸爸会再娶一个有钱的新妈妈 我笑了 再见面 我开着豪车 载着洋女停在他们面前 Hello 表儿子 你别浪费钱行吗 你不赚钱 不知道挣钱的辛苦 你配吗 儿子歇斯底里地 配合着不懈的神情 我付款的手 瞬间将在原地 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仿佛在打量着这个 穿着六年前的祈求外套 踩着鞋底坍塌脱鞋的我 到底配不配 比起丢面子 更让我心痛的是 儿子的冷血 为了更好地照顾儿子的起居 硕士毕业的我才做了全职妈妈 闲暇之余 我拍拍自己的做饭日常 做成视频发网上 虽然不温不火 但也赚了点钱 贴补家用 我省吃俭用 生怕亏待了儿子 最近评论区的姐妹们 总是说我穿得太破旧 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 我这才想着 给自己添件新衣服 我已经快三年没买过新衣服了 我不知道 为什么儿子会这样想 无论是之前工作 还是现在做全职妈妈 我都在赚钱贴补家用 可丈夫林俊只会说 自媒体不是正经职业 不稳定 也没有上升的空间 房贷一个月五千 她虽然一个月财政六千 但她在大公司 还是小组长 她说 最近自己很得领导赏识 她有发财的命 很快就要翻身了 自从婆婆有事没事来住几天之后 儿子也逐渐这样想了 她嘴里吃着我做的鸡翅 还不忘有模有样地指责我 妈妈 你太懒了 一天到晚不做事情 就知道吃喝玩乐 还使唤爸爸 她宁愿降嘴说鸡翅是买来的 都不愿承认 是我辛辛苦苦做的 我好不容易剪辑完视频 累得腰酸背痛 刚提现收益 婆婆就迫不及待地 伸手跟我要买菜钱 我知道 这些钱她起码要私吞一大半 贴补给自己女儿 儿子看我起身 嫌弃地吼我 你怎么不帮奶奶做饭呢 天天就躺沙发上 我揉着酸痛的腰 痛心地质问她 那你怎么不帮奶奶洗衣服呢 我不会啊 我瞎洗 把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她觉得 这个家唯一没用的只有我 每次他们惹我生气 我最多也就是当个冷面保姆 继续当牛坐马 过几天就好了 伤疤忘了疼 我的宽容 给了他们伤害我的底气 今天带儿子出来逛街 他美滋滋地吃着汉堡 喝着可乐 却指责我不配买新衣服 我冷着脸将付款马展开 我自己的钱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一路上 儿子都在絮絮叨叨 你有钱 你花的都是我爸的钱 我看你啥都没有 你就有个颜值 找到个这么能挣钱的老公 要不你没法活 你都这样了 你平时还管我呢 哎呦 我勒个天啊 你能挣到五千以上 我都算你牛了 这给你厉害的 我爸才是真男人 你都不配做我妈 最后一句话 让我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 他捂着脸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推开家门的时候 一股酸臭扑面而来 昨晚没来得及洗的碗 还在厨房水池里抛着 林郡捧着手机刷短视频 呵呵呵地笑 里面的漂亮女人 搔手弄姿 儿子冲上去 一把抱着林郡 哭诉我方才的罪恶 林郡抬头骂我 孩子都懂得 道理你不懂 你就不知道节省点吗 这房子里的酸臭的 胃熏得我头疼 我冲到厨房 泄分般将碗刷得 砰砰响 儿子一边吐着舌头 一边得意洋洋 你看吧 我们都觉得你不配 所有人都可以说我 唯独儿子不能说我不配 他只知道 我是个喜欢凶他的疯婆子 却不知道我为他放弃了一切 可现在的父子俩 却让我觉得一切不过如此 林郡不过就是欺负我是孤儿 无依无靠 当年我靠着自己艰难完成学业 毕业后我做了点小生意 事业逐渐蒸蒸日上 我本来是不打算结婚的 可年轻的誓言太有迷惑性 生夏子后 一开始死命催着生孩子的婆婆 却以身体不舒服为由 不愿意帮忙请保姆 林郡又说 花冤枉钱 让他照顾她 说要忙事业 他说找算命先生算过 他以后是有钱人的命 他要把握住 一句虚无缥缈的话 让他心安理得地逃避了所有责任 全家都陪着他 做梦 这孩子就好像是为我一个人生的 我站在床前 听着孩子饿得哇哇直哭 就好像看见了二十多年前 无父无母的自己 我是一个妈妈 这个称呼好像就必须让我放弃一切 我不舍得关了店铺 遣散了员工 累死累活 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 婆婆知道过来懒工了 只要儿子想要的 他都给 无论对错 都无底线溺爱 帮助儿子逃课 瞒着老师和我带他去网吧打游戏 儿子在学校霸凌其他人 他反倒去学校胡搅满产吵闹 这样的畸形教育下 儿子反倒觉得奶奶好 妈妈兄寒心如苦这么多年 只换来了一个白眼狼 耳边邻俊还在滴滴叨叨 你跟孩子计较什么 你看你像个泼妇一样 对我生出来就是泼妇 我结婚前也是泼妇 不是嫁到你家来被逼成泼妇的 他一脸比移 反倒大肚般的摆摆手 行了别在这里上纲上线的 中午我想吃红烧肉 早点去做 儿子摇晃着脑袋说 对你平时做个饭也磨磨叽叽的 人家杨阿姨十几分钟就做好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杨阿姨是谁 但每次要吃大菜的是他们 嫌我磨叽的也是他们 是的他们动动嘴 饭菜就能上桌了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情绪 反手将王狠狠摔在地上 砰一声 把他们都吓了一跳 你知道 一道红烧肉从准备到做好 至少也要一个小时吗 你不知道 吃完饭碗 只要我不洗 放到生区也没人洗 这是我一个人的碗吗 我不做了 你们想吃什么自己做 既然说我花你们的钱 好啊 今天岂我不花你们一分钱 你们也别想花我一分钱 儿子被吓了一跳 缩在林郡身后 林郡瞪着眼睛 你有必要吗 小肚鸡肠 几句实话听不了了 实话 好 以后我什么都不管了 他嘲讽地瞥了我一眼 那你不如说离婚好了 我三十岁风华正茂 离婚了照样找十八的 你呢 一个黄脸婆 你能嫁给我 就是修了八辈子的福气 离婚 对你怕了 正和我意 摔门而去后 我打车去了本地最高端的酒店 和牛红酒 黑松露 全都上一遍 往日我只会想省下这些钱 能给儿子买多少东西 现在娶他妈的儿子 我招呼了服务员切黑松露 我不说停 不准停 看着黑色的黑松露一片片落下 我的眼眶早已蓄满不值当的泪水 当初的林郡时不宜贵 当众求婚 才将我求到手里 可如今对我万般嫌弃的 也是他 打开摄像头 里面的我满脸憔悴 眼中早已没了往日的光 这就是我用青春换来的结果吗? 值得吗? 按下摄影键 穿着像个大妈的我边往嘴里塞牛排 边生泪涕下 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青春 付出了全部 到头来 他们却觉得我不配拥有好的 如果时间回到十年前 我也是个散发着香味 手捧书本被人注目的青春少女 而不是现在整天浑身酸臭 儿子回来了要给她洗衣服 老公回来了要给她做饭 还到处被挑剔的大妈 原汁原味的视频就这样发了出去 发完视频 我力所地上网申请离婚 回到家十晚还在池子里 原模原样 父子俩边打游戏边吃垃圾食品 就好像完全没收到离婚申请短信一样 或许她就是拿捏我无依无靠 觉得我虚张声势 有她爸撑腰 儿子挑衅般拿出垃圾一大口塞进嘴里 明显等着 我则被她垃圾不干净 在被她的酱嘴气得七孔冒烟 可我只是无事 路过她时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 她有些意外地盯着我 随后又大声说 我妈那是没有公主命 却有公主病 一个孩子居然能对自己母亲说出这样诋毁的话 谁受得亦我自然清楚 两个人游戏打了几个小时 从我回来就没停过 房子里都是两个人的吼叫声 卧槽上抢他人头三沙点塔好爸爸交出来的好儿子 这位好爸爸更不会管老师 在群里我俩公开批评儿子家庭作业一个字都没写 到了饭点 两个人时不时回头看我的反应 我在一旁跟闺蜜包电话粥 完全无事一会 两个人肚子就不停地咕咕叫 我跟闺蜜详细讲述了中午的牛排有多好吃 今晚我俩约着要去哪里 哈比 邻居扯了扯作的麻木的腿 阴阳怪气 我 你妈 还在那座公主梦呢 她接了个电话 就要匆匆往外赶 还不忘跟儿子炫耀 果然远离扫把星就要走运 你爸我最近狠得精力赏识 成为主管候选人了 爸爸去加个班 你先在家一个人玩 儿子在家饿得坐不住了 最后他在冰箱里到处翻出了一袋水饺 一锅饺子煮成面糊之后 他打通了婆婆的电话 奶奶 水饺怎么煮啊 对啊 我妈不给我做饭 只顾着偷懒 饿死我了 以往儿子只要搬出婆婆孝顺的 我总会礼让三分 如今他觉得还能继续拿捏 我拳头紧钻 上前一把夺走了他手中的水饺 他还降着头跟我争 我又不让你做 你凭什么抢我的水饺 这水饺是我包的 原料也是我买的 你不知道我赚钱辛苦吗 用我的钱买的东西 你不准吃 儿子鼻孔大张着 声音也因为愤怒变得粗重 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自己儿子都不给饭吃 怎么 同样的话 他说我可以 我说他就受不了了 因为你不配吃 要么自己挣钱自己花 要么找你爸去 别指望我 你怎么这么记仇 真自私 哪有妈不伺候儿子的 呵呵 妈妈都是大冤种 妈妈就是活该是吧 我没有记仇 我要是在外当保姆 照顾你这么大的孩子 最低一个月也得一万 结果我却一分钱也拿不到 你还嫌弃我不配 想让我伺候你 拿一万块钱来 他扯着嗓门 你以为我稀罕你照顾我呀 我也一样 你以为我还稀罕做你妈吗 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醒来 拿起手机一看 傻眼了 满屏的九九家 由于视频里高端的酒店背景 和我寒酸的打扮 形成鲜明对比 一下子触动了很多人的心 粉丝猛涨一百万 持牛排的视频点赞 突破三百万 浏览量四千万 一百万 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我不到一万粉丝时 赚的都能补贴家用 这一百万的账我不敢算 评论区炸开了锅 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结婚前 我是都市白领 结婚后 我被埋在琐碎里面 生完孩子体重猛增三十斤 老公还嫌弃我 同学聚会我都没时间去 可我孩子居然还对我说 妈妈不漂亮 婆婆不帮忙 老公不顾家 我好像是自己嫁给了自己 还要伺候一大家子 大量共情的评论 夹杂着后台私信我合作的商家们 出嫁一个比一个高 是我之前 接的小广告的几十倍 我理了理情绪 一着手联系 同时开始阅读 粉丝们给我出的主意 和我的想法大致相同 果然 金钱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之后拍视频 我都觉得动力满满 每天记录着自己的新生活 僵持的这段时间 父子俩一直都是吃外卖泡面 一开始 儿子泡面吃得香喷喷 到后面 看到泡面都直打呕 他们终于意识到 脏衣服扔在那里 不会自动洗好 晾好 家里纸巾没了 他们宁愿重复利用同一张 都不愿意去买 儿子已经是第N次回家 不写作业纸首塔 我始终无动于衷 这些年来 老公也是这场失败婚姻的始作俑者 在教育上 他总喜欢充当好人角色 让我扮演那个恶人 儿子面前 他总是说自己劳苦功高 说自己养家不易 只字不提我的艰辛 当我在辅导儿子作业 被气得吼叫时 他总是好心地护着儿子 你这样逼着他干什么 我儿子只要快乐就行了 你让他玩会儿怎么了 成绩出来后 他又扯着嗓子责怪我 你辅导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成绩还这么差 我不让儿子吃垃圾食品 他就拉着儿子去夜市探孩子喜欢吃一点怎么了 儿子常为严住院时他还是怪我 都怪你 让他吃些乱七八糟的视频收益提现时 我规划带儿子去迪士尼游玩 全程我就像个根家保姆 忙攻略拿东西付钱 可儿子却抱着邻郡说 谢谢爸爸带我来这里玩 我以为是我自己太计较太小气了 直到有一次我不小心割破了手 那是我唯一一次求邻郡帮我洗一下碗 邻郡不去便使唤儿子去 儿子不情不愿 邻郡还在旁边添油加醋 你妈妈体验到了不用刷碗的快乐 她下次还会故意割破手 这是人话吗 我心如刀割 托他爸的福 孩子成绩只在中等水平 这还是我日夜辅导给他报各种补习班的成果之下 我每天骑着电动车风雨无阻地接送 没获得他一点点尊重 他爸开着车偶尔接一次 他便感恩戴德 反而说这都是我爸的功劳 你做什么了 确实 我就该什么都不做 打开手机 我把还没开班的补习班退了 把在上的兴趣班老实微信推给了林郡 然后全部拉黑 你儿子说 我没在学习上帮过他的忙 都是你的功劳 所以现在其我就按照他说的做了 你也做好自己该做的 以后儿子的学习我一丁点信都不会操 林郡只换回了我一句 林丹丹 你还要抽多久的风 抽风的是以前的我 抽风了才会去做全职主妇 这几天饭我自己出去吃 只洗自己的衣服睡觉 在客卧 儿子的脏衣服已经换着穿了好几天 臭袜子差一点就能直接立起来 倒是林郡每天给自己买新衣服 还喷上了香水 最近他特别注意自我形象 每天都使躲得像新郎似的 我还未多想 我不相信这样的爸爸能真的对儿子好 可他儿子相信 他们都觉得我只是一时之气 冷面保姆总有心软的一天 可惜我再也不会了 今天下了点雨 一直到下午雨都没停过 兴趣般的老师微信被拉黑 儿子就拿老师的手机一直给我发短信 你又在偷懒是吧 这么大雨都不来接我 你还是我妈吗 没有妈 像你这样的 你是想让我淋雨生病吗 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等我长大了 肯定不认你这个吗 小小年纪 爹位十足地发言 好惨啊 那怎么办呢 我只能去美容院冲个卡 做个SPOT 再美美泡个温泉 这个老妈子 我算是做够了 这一操作 直接给网友们爽翻了天 这是儿子该对妈说的话吗 生他还不如生个叉烧 就这样 姐妹 我的互联网乳线 终于疏通了 亲生的儿子 只顾心安理得的使唤我 倒是资助的孤儿院女孩若美 给我打来电话问候阿姨 最近天气变冷了 您注意身体 我又拿了班里的第一名 自从阿姨开始资助我 我每天都在进步 这都是阿姨给我的鼓励 等我长大了 一定报答阿姨 其实我资助的钱并不多 比起为儿子花的九牛一毛 一个陌生人感恩戴德 可我的儿子却狼心狗肺 还唯一的儿子 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我脑海 若美 你想做阿姨的女儿吗 回到家时 儿子怨气冲天地坐在沙发上 全身湿透 全家唯一的宝贝被淋成这样 那肯定是要做一番的 林俊马后泡地 一边拿毛巾擦擦头发一边骂 我都怪你儿子都淋成这样了 真好笑 自己的责任倒是隐身了 那你怎么不去接呢 儿子也跟着 对 我爸工作忙 不像你 嫌出屁也不来接我 笑话他早就下班 林俊美好气地说 因为你孩子今天上学都迟到了 真好笑 怎么我之前照顾他的时候就不迟到 你照顾就迟到了 照顾孩子不是很简单 很轻松吗 这么简单的是 你怎么带的孩子 他将手中的毛巾一扔一副 反倒是我无理取闹的口气 好 我错了 行了 我已经跟孩子说过你在家挣钱了 你还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甩手进了书房 看来等着正常离婚程序 根本行不通了 必须找律师尽快解决离婚的事 儿子一直觉得他有今天都是林俊的功劳 可冷战的这几天 林俊对他几乎都是漠视 一向精致白皙的儿子身上开始散发酸臭味了 我抓住了流量 把我在家里的遭遇持续更新发在网上 每天粉丝都几十万地涨 现在都快三百万了 粉丝们不反感我打广告挣钱 天天都在评论区喊后续浏览量超额完成 来找我打广告的商家越来越多 看着手机上七位数的余额 我感觉一切好似一场梦 一开始我做自媒体的时候 每一个人支持我 都觉得我是在胡闹 婆婆还挤眉弄眼地指责我 有那时间拍拍 还不如多干点活 在他们眼里 我的价值就是干活 我偏不听老人言 报复在眼前 为了不让他们耽误我拍摄剪辑 我在外租了房子 虽然不大 但清静 我打算把东西收拾收拾搬出去 刚进门 儿子摩擦着鞋底 摸到我身后 低着头扭扭捏捏 对不起 我错了 声弱文盈实在勉强 她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吗 不 她这是没人伺候了 想哄回我这个保姆 况且过段时间又要还房贷了 邻居还想我出钱贴补家里呢 好想的算盘 我伸了个懒腰 回过头对她说 想让我原谅你 你配吗 你不配 或许她以为她稍微低下头 我就会又跟以前一样心甘情愿地当老妈子 可惜她失算了 气得直姿牙的儿子 静止进了邻居房间 很显然 这是父子俩合伙算计我呢 我都已经开始新生活了 这俩人还以为我是拿架子闹脾气 企图孤立我 他们以为我不知道吗 儿子在学校说我 不管他天天在外面鬼混 邻居在街坊邻居面前 会声会色地指责我 如何不贤惠 他们不要脸 我更不要 白天我就继续更新日常 晚上我才腾出时间 一点点收拾自己的东西 推门时门没锁 我没料想 婆婆会出现在家里 她靠在沙发上 一边抠脚 一边打电话 阴阳怪气道 有些人就是没良心 要不是我儿子供养着她一个女人 怕不是要出去讨饭吃 真是好日子过多了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真没见过哪个妈会把自己儿子饿得嗷嗷叫 还配当妈妈 父子俩僵持不过我就把婆婆叫过来了 邻居真够没重的 儿子从沙发上窜起身 对着我电摇 臭婆娘 你不配当妈 从哪学的垃圾动作我不知道 但我不想再教她做人 她想当畜生就随她 我直接无视 婆婆见我不接招 便挂了电话 她双手一摊 跟我要钱买菜 本来不想费口舌 但这是她自找的 我觉得你说得对 我不配当她妈 所以 谁爱当谁当 我不花你儿子的钱 家里的开销我也不会再出一分钱 别再找由头骗我的钱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给你一百九十 你都拿去给女儿了 你一个做婆婆的 该帮忙照顾孩子的时候 装病 孩子大了 来装好奶奶 人家练武的见着你 都得惊叹一句 好贱 真是好贱了 她又气又噎 直捂心脏 你敢骂我 我 呵呵呵 别说当面骂你了 你要是听不清 我还能刻你背上她 瞬间被我 对得瞳孔地震 那两片又老 又刻薄的嘴唇 上下翻飞 你那撒瓜俩枣 谁稀罕呢 我儿子是有大出息的人 就是到时候 我爸一脚把你踢了 让你滚 井底之蛙何必多言 我刚准备去搬第二趟 却发现她带着儿子 匆匆下了楼 开门时才发现 要是怎么也打不开门了 仔细蹲下身一看 原来门锁早被换了 我打婆婆的电话 过了好久她才接回来 开门 你叫换什么 这些年都是我儿子还房贷 这就是我儿子的房子 你到我们这里是 免费旅馆 免费饭店了 原来这些年 林俊一直坚持由他还房贷 是打的这个算盘 法盲一个 那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管你那么多 他们治不了你 我还治不了你吗 说完电话便被挂断 我气得要死 视线却突然撇到楼道的小广告 没多一会儿 房道门厂家便搬着房道门上来了 这门结实吗 您放心 三天内要是他们能搞定 我全额退款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一大家子回来前 房道门安装就绪 我为这个所谓的家 付出了八年 落得这个下场 不过我不稀罕了 我完全可以养活自己 面对镜头 我兴奋地向粉丝们展示我的战绩 直播间里沸腾不已 粉丝再次哗哗往上涨 在外面一连住了几天 手机上不是邻居的谩骂短信 就是婆婆的电话 大致就是门被换了 他们进不去 锁也打不开 害得他们住了几天宾馆 儿子还因此感冒了 那看来 这个钱是花得值了 我再也没有繁琐的家务了 晚上泡完花瓣浴 躺上柔软的床 这才发现 手机上又有那么多个未接电话 正准备喝杯牛奶 邻居的电话又打来了 我心情好接了 你这个妈怎么当的 这次月考 儿子的成绩下降了十几名 班主任的电话 都打到我这里来了 不是没打到我这里 只是我根本没接 我逼着儿子学习的时候 他带着儿子打游戏 出成绩的时候 找我干嘛 他只要守住塔不就行了 明天家长会老师要求 必须父母去 你记得过去很重要 你别忘了我米了一口牛奶 林郡 我俩已经在走离婚程序了 你的意思是 儿子的抚养权给我是吗 看中家族血脉的林郡 果然炸毛 儿子是我老林家的根 怎么会给你 跟着你受罪 你只要一天是我媳妇 就得给我家干活 正好我也没打算 要很快就轮到你 老林家的根没爹没妈了 你说什么草泥马的 你再说一遍 没等他骂完 我就将电话一扔 头伸到软软的大床中 以前我每天做家务累得要死 累成那样晚上居然还会失眠 脑海里全都是曾经年轻的自己 现在一个人倒睡得香了 林家不仅吞噬了我的青春 还想腐蚀我的灵魂 想都别想 与与此同时 我也意识到抚养权的问题 我自然是不想要那个白眼狼的 可是不要抚养权 就意味着要给抚养费 依那父子俩的脾性必定死缠烂打 狮子大开口 我必须想办法 第二天我睡到自然醒 不用定早起的闹钟 不用顶着熊猫眼做早餐 一边被儿子嫌弃难吃 一边还要给他披上外套 踏踏着凉 睁眼时已经下午一点半 意料之中 满屏都是未接电话 都是儿子班主任打来的 按理说我不去 林郡必定会去 老师一直联系我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他联系不上邻居 我原本不关心他去哪儿的 好奇心作祟 我打开了高德地图 未撕破脸钱 我俩开玩笑地 给对方绑定了家人 地图绑完后 我俩都把这是忘了 可当我打开地图时 傻眼了 他的定位显示在附近的一家高端情侣酒店 一间房上千块 为什么这么贵 自然是因为里面出了名的设备齐全 天空已经下起了小雨 一刻没耽误 我拦了辆出租车直奔酒店 车辆停在酒店门口 静等的过程中 我一直盯着地图 约摸十分钟 林郡搂着一个看着四十多岁的女人走了出来 我抓着裤腿的手骤然一紧 那个女人 我在林郡公司的团建照片上见过 正是她说过的公司女经理杨成 两个人有说有笑 不时还互相摸一把 怪不得 怪不得她说自己经理赏识她 原来赏识到床上了 看两个人的样子 早就勾搭在一起了 我说为什么不去陪儿子 原来是在这里造儿子 以往每次她说的加班 肯定都是去陪小三了 所以全职主妇的下场是什么 就是与世界脱轨 活该一边照顾孩子 一边游着男人在外面拈花惹草吗 这个杨成明知道他有家庭 还非要插一脚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真的很想 现在就冲下车 给他俩一人一巴掌 手都搭在门把手上了 又缩了回来 一抹笑容攀上嘴角 我怎么能轻易放过这个证据 我拿出手机 便录下了这辣眼睛的一幕 林郡 这可是你送上门的把柄 当然 我没有选择直播出去 让他直接身败名裂 因为我另有所用 以防他们生疑 我回了趟家 正巧碰到刚放学的儿子 他对着我狠狠翻了个白眼 就好像面对他的人不是生他养他的母亲 而是仇人 都怪你 今天全班只有我 没有家长 来丢死人了 要你有什么用 我冷冷一笑 说得好像你只有妈一样 林郡搂过他的脑袋 虎小崽子似的 我忙着加班 忙着赚钱 可是你呢 平日里无所事事 我都跟你说了 让你去参加家长会 你还不去 这不是故意的是什么 婆婆在旁边翻着三百眼 就是没见过这样的吗 呵呵 我差点就信了 我打开微信 将手机屏幕摊在所有人面前 视频里 林郡和杨成 从情侣酒店里出来 林郡的大手 还使劲地在杨成塌陷的屁股上揪了一把 林郡 你够可以啊 婚内出轨 婆婆瞪大了眼 几乎将眼珠子粘在了手机上 随后看了林郡一眼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这下让他拿住把柄了 原来他都晓得 和这母子俩都心知肚明 只瞒着我一个人 最让我寒心的还是儿子 原本想着他会有什么反应 可他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甩下书包就打开了游戏 所以你作为我的儿子 知道你爸出轨 你也瞒着我吗 他得意地吐着舌头 杨阿姨有钱给我买很多辣条吃 你算什么 你什么都不给我 呵呵 可真是我的好儿子 什么母子怜心啊 关键时刻他只会供情他 那个爸爸 林郡眼见所有人都向着他 便更加肆无忌惮了 杨成虽然离异了 但是他没有孩子 而且日后还能提携我当主管 你能帮我什么 你除了会花我的钱 其他什么都不会 既然他有你说得那么好 那他凭什么又嫁给你一个凤凰男 一句话刺痛了林郡的心 他瞪着眼就好像要把我杀了 儿子在游戏里刚刚死亡 抽出空来又对着我电摇 你不是我妈爸 你再娶一个有钱的新妈妈 有一个算一个 你也一样 到时候可别后悔啊 我强忍着心里的那股恶心 坐到沙发上开门见山 如果我现在去你的公司拉横幅 你猜公司会怎么做 林郡脸上的得意表情瞬间停滞 你想做什么 我警告你不要乱来 我摇摇头 我不会乱来 我只有一个要求 婆婆脸上警惕满满 别想惦记我儿子的钱和房子 谁稀罕这间老婆小 我赚的钱足够买一个更大更好的 是我该访你们才对 我只想领养一个小姑娘 而且不需要你花钱养她 我自己出钱 林郡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哪 只要是我在付出 她根本就不关心事情本身是什么 就像这个家一样 所以我很期待脱油瓶儿子的下场 第二天 我办好了领养手续 第三天我就跟林郡去了民政局离婚现场五个人 我和若没手牵手 颇有种相依为命的劲儿 杨诚搂着林郡 简直撒不开手 儿子一见杨诚比 亲妈还亲 杨诚还许诺儿子离完婚 就带他去吃 话来是 儿子换天喜地 当着所有人的面 喊杨诚妈妈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若没牵着我的手 声音小心翼翼 阿姨 不 妈妈是因为我才离婚的吗 对不起 我蹲下身 捧起她的脸 不是为了迎接我们的新生活 才离婚的 杨诚全程催着林郡快点离 因为有两个孩子 不存在抚养权和抚养费的争议 林郡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挣的钱 说看不上我那撒瓜俩枣 她生怕被我拖累 还特地写了协议书 协议书约定互不干涉财产 离婚后 女儿归我 儿子归她 两个人互不索要抚养费等任何费用 离婚正盖完章那一刻 林郡松了好大一口气 你和那个领养的孤儿 这辈子别想连累我 老子解脱了 我将若美护在身后 她不是孤儿 是我女儿 刚拿完离婚证 林郡和杨成就迫不及待地领了结婚证 看着儿子那欣喜若狂的样子 我由衷地为她高兴 我做牛 做马都落得如此下场 不是亲生的 那女人是否真的会母子连心般地对她好呢 走出民政局时 若美帝小手扯了扯我的衣角 我刚蹲下身 准备听她说什么 她不一口亲在我脸上 谢谢妈妈 我的心瞬间暖化了 这不比那个白眼狼儿子好吗 我怜爱的在她圆嘟嘟的脸蛋上也亲了一口 儿子健壮还在那儿撅着嘴嘲讽呢 下一秒 两个比熊还壮的孩子从角落走了出来 看见杨成就喊妈 林郡愣住了 儿子也愣住了 我停住脚步在旁边看戏 林郡祥质问又不敢大声 他们怎么喊你妈 你不是只是离异吗 杨成 嘻嘻哈哈 咱们有钱又不是养不起我这两个儿子 可听话了 多两个儿子不更好吗 无痛当爹 哈哈 笑死了 无痛当爹 估计林郡还以为自己算计了别人呢 结果人家把他骗得裤衩子都不剩 杨成摇晃着他的胳膊 等回公司 我告诉上面主管 就内定是你了 林郡这才展露笑颜 完全不管在一边的儿子 嗲嗲地开口喊杨成妈 杨成的大儿子不讲武德偷袭 狠狠一掌便把他推得飞了出去 软发男的儿子凭什么喊我妈 你配吗 儿子的头磕在硬地板上 疼得挖一声哭出来 我差点就笑出了声 原来这就是风水轮流转了 恶人自有恶人魔 林郡看了一眼 怕周围人看笑话 不耐烦地催促儿子快起来 人家都看着呢 儿子委屈巴巴地等着爸爸撑腰 爸爸 他打我 林郡没底气地瞅了杨成一眼 杨成的面色已经很明显了 谁也别想动他儿子 这个别儿子吃定了 况且以后日子还长呢 别矫情了 赶紧起来 儿子有些发愣 这和以前百依百顺的爸爸 可有点不一样 见我也在旁边看着 林郡恢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态度 别看了 从此你就失去了一个潜力股 哭去吧 看着手机里孵化自媒体基地的投资人 发来的合作消息 我笑了 真不好意思 他要是潜力股 我就是寄优股 离婚后 我开始拼命工作 先是贷款买了一套写字楼 招募能人闲适 从一开始 日夜对着手机直播 解答情感问题 到孵化出无数个能带货的自媒体账号 事实证明 女人的精力付出 在家庭中有可能颗粒无收 但付出在事业上就一定会有超额回报 一个月我就赚到了实实在在的五百万 一日 我拉着若美去了4S店 洗提一辆帕拉梅拉 一开始 若美还有些不好意思 最后还是我把他抱上了车 车子从别墅区一路开进了拥挤的小区 最后停在了邻居曾经的单元楼前 一路上碰到了不少熟人 无意不对 我的改变侧目 我不再是为了给家庭省钱 而拉里拉他的家庭主妇 而是开着帕拉梅拉的商界精英 不好的揣测 也有大家议论纷纷 怎么刚离婚就这么有钱 莫不是勾搭上老男人了 真是贤贫爱抚啊 听说儿子都不要了 一个领养的女孩 莫不是他的私生女啊 懂事的 若美见人就扯着脖子跟人家争论 这都是我妈凭自己本事赚的 是邻居不识好歹 出轨抛弃妻子 是妈妈好心资助领养我 我不是私生女 再说我妈妈告你诽谤 看吧 选若美是多么机智的选择 我尽心尽力地对她好 她懂得感恩 这才是正常的家庭关系 车子刚停好 儿子正好背着书包出门 很显然 邻居又没送她 五六公里的路 她得自己走去 我打开敞篷 扬起闪闪发光的美甲 哈罗假儿子 她见到我第一反应 是将车子打亮了好久 随后吃笑一声 真是虚荣 还租个车过来 我扎了扎嘴 假儿子就是假儿子 我女儿都财富自由了 你还自己去上学呢 来 若美 告诉她 你现在在哪儿上学 若美昂首挺胸 十分骄傲地说 我妈给我报的是最贵的国际学校 我还有保姆伺候 那语气足够寡烂儿子的心 她转过身 腾腾腾地就往楼上跑去 去跟那个老太婆告状 不然我怎么找那个渣男算长 送完若美 我一脚油门就去了公司 公司最近接了一个直播合作 是帮一个规模较大的日用品公司做直播带货 对方很重视 特地派遣了高层视察直播效果 我也没让他们失望 一进直播 直播间里在线人数飙升到十万家 为了营造出真实的效果 我把直播间布置得像一个普通的房间 特地清除了其他人等 让他们在隔壁房间盯着直播现场 我手里拿着产品娓娓道来 耳朵却一直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果不其然 嘈杂声不一会儿就响了起来 砰一声 大门被踢开 婆婆站在门口凶神恶煞 儿子和林俊紧随其后 林俊 将离婚协议书 啪地扔在我脸上 好啊你 林丹丹 原来你还隐瞒财产 你赚了这么多钱 居然一分都不给我们婆婆 咬着牙 恨恨地看着我 对 给我们一千万 不然我们不愿意 儿子吐着舌头 臭婆娘叫你嘚瑟 给钱 我冷笑一声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了我备份的协议书特地对准了在线人数已经陡然增到了十五万的直播间好让他们看得清晰 林俊 当初可是你怕我拖累你 才逼着我签下协议的 你现在来和我干什么 林俊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当初签协议是怕你曝光我出轨阳城的事 不然我才不跟你签 你还真是会算计 漂亮 我可遵守了诺言 没有曝光他出轨 是他自己曝光的 要说算计 我可比不过阳城 他明明有两个儿子 还恋你说自己没孩子 说到这里 林俊恨得牙痒痒 表情轻蔑 等他按相操作 把我弄上主管位置了 我照样一脚把他踹了 林俊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一点都不意外 他一向自负 什么三十的男人一枝花 三十的女人豆腐渣 这都是他的名言 直播间炸锅了 我操 这男人也太渣了吧 追了姐妹的后续这么久 居然还有这么劲爆的内容 姐妹 你还有什么惊喜 是我们不知道的 我知道 那个杨城是谁 好像就是主播带货的 历史公司的员工 终于有明白人了 而此刻毫无所知的林俊 还在和婆婆围在一起 觉得一千万的赔偿要得少了 殊不知 隔壁房间的高层早就黑了脸 他们不制止直播的原因是热度实在是高 给他们带来了超高的曝光度 而线下处理公司舆论造成了他们最焦头烂额的事 婆婆三角眼一转 嘴皮翻飞 五千万 少一分 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冷笑着 是吗 我缓缓拿起直播手机 粉丝们 你们说我该不该赔 林俊 这才发现 原来我在直播自媒体时代 直播就是最直接的审判 他还未来得及震惊 手机响了起来 接听十秒之后 他面色俱变 婆婆还在得意地盘算着拿到钱要如何潇洒 林俊推了推他妈 我的工作完蛋了 我的婚姻也完蛋了 这一波操作下来 蹲后续的粉丝更多了 我眼看着粉丝数量奔着五百万去了 原来这就是颇天的富贵啊 不枉我这一番设计律师高层的一个电话公司 先是找上了杨诚 杨诚仗红着脸看完了回放 看着林俊得意洋洋的自爆 在炫耀着如何将他一脚踹了 他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全网粉丝都在关注两个人的处理结果 历史公司的客服电话几乎被打爆 应粉丝的要求 我跟着去了他们公司拍摄后续 最终双双辞退高层办公室里 杨诚声泪涕下 这是个误会 你不能辞退我们呢 我们刚刚卖了房子搞投资 要是没了这份工作 我们资金链立马就断了 房子不仅赔进去 还欠了好多高利贷 他使劲倒了 夏林俊这才从震惊中缓过神 他却是扑通一声 跪在我面前 丹丹 我错了 我之前都是被他蛊惑 这才鬼迷心窍 丹丹 你原谅我 杨诚震惊地回头 林俊 你这样被刺我是吧 明明就是你先勾引我的 小两口要吵回家去吵 哦 忘了他们没有家了 我掏了掏耳朵 漫不经心 关我什么事 我公司还有事要忙 说完我示意了一下历史公司的高层 记得打尾款人士马不停蹄地给两个人办了离职 生怕火烧到他们身上 听说两个人被保安拖出公司的时候还打了起来 如他们所说 他们抵押的房子很快就被查封了 杨诚有房子 但不给他们住 前婆婆和儿子不仅被撵到了大街上 还被杨诚子狠揍了一顿 林俊因为债务到处躲 完全找不到人影 之前儿子说的确实没错 杨诚十几分钟就能做出一道大菜 因为他买得便宜 玉制菜他根本就不会管他们健康不健康 前婆婆长期吃下来 因为黄区霉素大肠杆菌积累中毒 直接进了医院 与此同时 杨诚还想办法要告我 索要一大笔赔偿 虽然他没理 但是纠缠起来也够麻烦的 必须得想办法 一举打得他再不敢作妖 正当我困恼时 儿子找了过来 说是要立功 他鼻青脸肿的 牙也掉了两颗 那个贱女人之所以那么有钱 是因为他挪用公款 贱女人给自己儿子吃好的 天天让我吃剩菜 还打奶奶 她还打算告你让你赔钱 有意思了 我打通了历史公司高层的电话 他们迅速展开调查 这才知道公司存在这么大的漏洞 杨成挪用公款 林郡不可能不知情 况且他因此欠下那么大一笔高利贷 他这一辈子就别想见天日了 报完警 儿子还想向我邀功 妈妈 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流落街头了 我也要当少爷 我也想坐豪车 我是你亲儿子 我把玩这桌子上的文碗 叫谁妈妈呢 谁是你妈妈 你配吗 有困难找警察好吗 直到他被保安拖走的时候 还在嗷嗷叫 杨成被抓得比我预想得还要快 他被带走调查 资产也被冻结 免费饭算是吃定了 辗转几个关系 我联系到那些追高利贷的 交代他们要是发现邻居不急着 逮打一顿放跑他 然后继续盯着我 要让他这一生都活在惶恐之中 一如曾经被抛弃的我 前婆婆出了院 只不过落了个偏瘫的毛病 儿子没办法跟着前婆婆回了乡下 他从21000年的小学转到了乡下小学 听人家说 他平日里不仅上完学要回去喂猪 还要给那个偏瘫的奶奶擦拭擦尿 混成流浪汉的林俊 被追高利贷地发现打断了腿 然后又开始了他的逃亡 下一次 他们准备打断他另外一条腿 网友们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纷纷直呼爽翻了 经林俊这一闹 我还上了社会新闻 媒体全都称赞 我是宝妈的逆袭 其实我更想听到的是女性的逆袭 有了这些热度 我的自媒体事业也跟着更上一层楼 脱离了不健康的家庭氛围 我干什么都得尽 很多在家全职带娃 又被家人嫌弃的女性 在我的指导下 走上了自媒体经济独立之路 回首这段时间 就像做了一场梦 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工作一天回到家 发现若美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 我心疼地捧着她的脸亲了一口 好宝贝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 怎么还给妈妈做饭 还这么香 你 你要馋死妈妈呀 若美黑黑笑着 因为妈妈上班很辛苦 若美想对妈妈好 我拉起她的手 从此我再也不是那个什么都不配的妈妈了 我终于全部也不是那样子 在这种地方 我们在这种地方 我们在这种地方 一种地方